恩法,此官法利惠思,智者智赞然皆有传解及再开发,是天台重要义理之一。 但义心三官究为何义,则需在龙数学中寻找义理来源。 此外,惠文以禅法名众北齐,则其作为禅师之身份究为何义, 及其禅法之书胜于何处亦需究明,以下我们先从大菩萨龙数谈起。 第四节,龙数是天台的源流。 我们都知道,中国所传佛法是以北传的大乘佛学为主, 严格地说,是当佛法东传之后,中国高僧经过长期简别及义理开创后, 几乎都偏向大乘佛法的阵营,还观大小乘义理在印度的发展, 显示着对佛陀教义的不同理解程度,更因此有不同经典的宗兽之别。 它反映出佛陀真实教义的真义现象是有着严重的奇异, 其中,小乘教义所依重的是早期集结的经典, 而大乘所依之经典则是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在佛灭数百年之后才出现, 并且经传播般若中观的龙树、提婆,及传播为时观点的瑜伽行学派的吾者、 士卿等的说明介绍才兴盛起来的, 也就是说,作为大乘佛法所依的大乘经典在一开始出现时就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随后而来的教义创新部分就更不是原始佛教时期的格局所可比拟的。 我们现在常识中所有的佛陀教义知识, 其实都已经是大乘佛学观点下的产物, 我们必须先知道, 在佛典初解佛法初传时期, 当时的佛陀及佛法的面貌并非大乘观点, 同时,佛陀在事实的真正说法内容及行政过程也因此迭经修改, 大小乘各家学派, 都是在一个完整的架构下面面具道说明了各家佛法观点, 中国天台宗及其他。 各家以大乘为基础的佛法观点, 都已经经过简别, 因此后学者也应该知道此一简别选择过程的道理所在。 首先, 我们要先明料龙数学的内涵优胜者为何? 佛灭后数百年间, 一些比较活泼有创建力的学说观点及教派集团纷纷出现, 但是却尚未建立强力的学说体系, 更因为各家争论互不相让, 佛教阵营遂呈现分乱局面, 龙数字又聪颖, 自认已精精通人间真理, 遂过着一种贵族青年的放浪生活, 游戏人间, 因与有人私闯皇宫淫荡乱行, 不慎遭逮, 有人被录, 乃痛恶人生无常, 遂在离家求道, 后经特殊机缘, 得见众多大臣佛典, 发心苦读, 终能成为一代大臣学者。 龙数的成就, 在于正式建立起大臣教义体系, 在各个理论领域中突出了大臣佛法的解说典范, 使大臣佛法出现了自己的明确面貌。 其中对于天台宗教理行政最有影响的则守在其般若空观地提出了, 因为慧闻及由此误入大臣真意的禅观。 空观的提出, 是在佛陀, 大品班若经, 中, 若依后世天台宗的五十教判说来看, 班若经的提出, 是为破除学佛者的执着心, 不论是对四圣地的执着, 或是对自我的执着, 佛法最深意是在德或世界最深智慧, 其与世界时相同和唯一, 而时相只是如如真实, 若在求佛者心中有一丝毫成佛的执念, 则不能得最真实的佛法, 所以学佛者要建立空的智慧, 但是, 所谓空只是不执着, 不是空无所有, 一概否认, 所谓空是在一种对宇宙人生态度上的全面放下, 没有世俗中人惯有的任何要求欲念, 体悟大乘佛法菩萨道精神的生活方式, 而永猛行之, 这才是佛陀谈空的本怀, 而龙树菩萨则最能体会此点, 所以一部, 大制度论, 得着做来全是大品般若精, 而能让学佛者认识佛陀般若空观的道理, 也借此揭开了大乘佛法精神的面貌。 另外, 对于原始佛教时期学佛者公认的四圣地教义, 龙树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其中极地的十二因缘观, 龙树则重新发挥而建立一种缘起性空的观点, 即对于世间一切存在事物之对待态度, 都应该是之为没有存在的绝对性, 一切事物都是依因缘而互为所生, 故无自身本性的真实性, 更进一步言, 一个学佛者必须知道世间是世之无常性空之理, 对于世事之变化本身是为事物之本来面目, 而对变化也不再以变化来看它, 在一种绝对平静的观照心中让佛法的智慧自然涌出, 这就是龙树在一本专为论南他教所见不究竟的著作, 中论, 中所说, 不生不灭, 不常不断, 不疑不义, 不来不去, 的八部缘起之真意, 即对十二因缘论在座深度解释, 而不让一般学者陷落于对缘起真意之片面解释, 因而再次掉落于任何名相的执着之中, 而要扫掉一切在理论观点上对世事实状所建立的说法, 使这一个问题定着在龙树的般若中道观中, 以及在中最有名的遗送,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要即中道时相关法把大臣般若空观的真意表明, 即对一切有畏无畏法都需认识到它只是在暂时作为被认知表述对象时才出现存在, 它自身的存有性至人只是因缘甲合中之一个片段式的存在而已, 我们必须如此的体贴它的缘起性空甲明之身意, 如实的安置其位, 这才是观空之真意, 只有在如是之空观中才有佛门真正放下的自在, 而不会一边拼命地放下些什么后又一边不自觉地拿起了什么。 这是龙树般若空观的中道义。 第五节, 天台宗众禅法修行 龙树菩萨与天台系谱的绘文禅师的关系, 在于绘文英读, 大致度论, 而领悟一心三观的道理, 而成为天台禅行的心法, 而绘文禅师又是以禅行名动当时的大师, 从此由绘文至绘思至智者, 都是实际禅修的成就者, 那么,禅行是什么? 禅修与佛法的关系为何? 禅修的理论与实际在天台宗内部的情形为何?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 佛法是一门需要身体力行的教义体系, 佛学教义尽管浩瀚无尽, 处理天上地下各种问题, 但是归根结底, 佛法就是要人学佛, 在生命的全福内含中追求一个完整的佛化人格, 当信仰上已接受佛陀教理为天上地下最高殊胜之治理真言之后, 接下一步即是要身体力行一番, 然而在从事实践之时, 却也又是在一次地重新建构与修正自己对佛法的理解的时候。 佛法智慧深奥, 必须是在高度的智慧关节下才能有所领悟, 因此一般对佛法的学习都有特殊的方式, 必须让求佛法者成就自己于某种境界之上才算学佛有的, 这种境界便是在一种知识与智慧与能力与人格上的完全胜任才算真实, 所以佛法的成就是极艰困的, 历代高森大德所穷私利所的便是如何求佛法, 然而, 佛法的内容是一种对宇宙人生的全福内含的真实相撞之学问, 透过对世界观真相的建构理解, 同时就建立起在宇宙中的人生之终极目标。 佛陀自身即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最高的觉悟者, 他是觉知宇宙真相, 找到有情众生的最真实归宿的人。 但是佛陀所揭示的世界观太位深奥, 尤其是大乘经典中的佛化世界及佛陀人生之境界能力层次都难以以一般之见方式建立理解的真实度, 因而需要特别地求到进路, 那就是禅定的实践。 佛陀自己即是在菩提树下静坐七年而后悟道, 由于佛法是探求宇宙人生真相的知识, 是当时人文知识之外之上的学问, 不能用一般的方式求得, 必须并除一切人事外缘及知识障见, 在丹丝节律已至言与道断心形露灭之后才能领悟的。 而从大乘经典内容看来, 其所误入知识界, 也远非更古以来人类知识范围内知识者, 是故只有在禅定修持的某种境界程度之上才有误入佛陀所揭示知识相的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众多高僧都那么重视禅法或能以禅法见长而名流青史之故了。 简言之, 禅法是成佛之道的直接法门, 透过禅定的修持与智慧的关节而直接误入佛所清正之境界, 禅定的功夫下的越深, 则误入的境界也就越高, 而禅定境界的提高是依着心念修持的进化程度 及与佛理教义最高之见的解悟程度而改变的, 于是禅定功夫的追求变成为精为高妙之佛 一世界十相之领悟与相应此依实相而来的性情人格之精化修持的功夫, 因此, 重要且有成就之禅师便是能提出禅修法门且有清正经验的教学者, 而天台宗的初祖会文禅师便是在这方面有所超越的高僧, 而未会死所从学并效习之者。 依据大臣经典, 如法华经及华严经等, 佛陀说某一种经典教义之前, 都会先进入相应于该种教义意义世界的精神状态里头, 例如讲, 法华经, 前进入法华三昧, 讲, 华严经, 时进入华严性海, 这意味着法华境界或华严境界的佛法义理是需要先整理严肃学佛者的智慧及人格修养到该境界的场所里之后, 才能在入乎其内的如实理解之中而由进入者在将一理内含以自己清正之真实所得如实不差的在座表达推演, 这是求学佛法的特殊方式, 也是佛法难求及佛理领会程度内含常有差异的缘故。 所以禅定的修持成为追求佛法的根本路线, 在专注与敬念的情境中由求法者自己进入佛理境界, 而所谓悟道, 就是进入了如实感受的佛法世界, 而不只是文字一理的推敲理解而已。 此外, 对于所证悟的佛法之见, 必须寻求相应的修行法门, 此即需寻求在禅定修持时当作心念专注的何种调习, 因而有着各种禅观学说的提出, 即为协助禅修者易于入阵禅境之用。 而所谓禅法大师者, 即为对修持禅定之方式能有轻振而后提出过程理论的人。 慧文禅师就是在对龙树所传, 大制度论, 及中论, 交易有所领悟的大臣高森, 因解悟龙树传教之若干一理之后, 能够自由地发挥其所领悟之内涵, 更能提出在解释上的新说法, 这就是他对于大制度论中所颜, 道种智, 一切智, 一切种智, 三种智慧可以一心中的, 以及从中论四句地中所得, 一心三观的领悟。 至于慧思禅师即为对于法华经, 知解悟能清正悟入, 并在智者大师修法华行时能为其印证所入真实者, 而智者大师本人则为在深得, 法华三昧, 的基础上, 再次发挥慧文禅师在, 空、 假、 中一心三观, 之说正上的境界, 而进一步提出, 空、 假、 中三地缘融观, 的禅修理论者, 并为原正法华及涅槃教义之深度, 而提出, 一念三千的兴趣时相说, 以为禅观的时相知解而为禅修者提供此一缘融通透的世界时相知禅观内涵。 由此可知禅观的理论与实践从来就是天台宗实相学的真正背景, 是一家座为追求佛法的学派宗门队追求之道用心经营提出追求领悟的境界而发表成为佛教世界观样像的诸多思想创建, 其骨子里的本来性格, 其实只是最朴实基本的禅定修持之理论观点的提出而已。 第六节, 会文建立一心三观。 佛法最重智慧, 智慧最需领悟, 但领悟有深浅之别, 如何以一心领悟最高真实的佛智, 是学佛者永恒的课题, 佛陀在中表述了三种不同境界的智慧, 一为道种智, 一为一切智, 一为一切种智, 而龙树则认为到了最终完全理解佛教一时, 这三种智慧都会在一心中得到, 会文禅师及对此最有认识, 因而发挥到对龙树说因缘法的颂文中, 得出在圆满领悟般若空观后, 当然同聚空甲中三观于一心一境中, 这便是绘文禅师透过中国最有成就的佛典翻译大师揪摩罗时所义龙树及二书的最重要收获。 即在禅修实践中, 对所愿内外诸境的直取态度是同时呈现此境之缘其性空义, 因缘假合义, 空即假明义, 中道实相义等, 如此三观并成, 则最相应于佛陀般若教门的真教, 也是开中土天台禅观心法的第一轮智解。 第三章, 天台宗的二祖慧思禅师。 第七节, 慧思禅师是禅修实践者。 无论是在家出家的僧众, 禅定修持永远是修道成佛必走之路, 因为在禅定修持中的身心状态, 才是能超越自我能力的局限性, 发展智慧与心性, 契合大臣胸怀的菩萨行义, 因此, 中土之禅师, 莫不在禅宫方面下大苦功, 而慧思禅师就是最典型苦修禅定之人, 也因为大师曾诵读, 深信唯有通过禅定才能获得智慧, 大师就是在这样坚定的态度中, 终于获得大成就者。 慧思禅师俗信里, 他是南北朝时代北魏时出身, 河南人士, 禅师一生艰苦, 但秦修禅定, 同时也是, 法华经, 在中土最早的兴持者。 大师亦生命运多舛, 不隔几年就会遭殲人陷害且多违及生命, 为赖大师禅定立足, 及坚定的意志, 才得脱离违境, 显出大师真是苦行出身, 禅师又年时, 常梦见僧人劝他出家, 以及与友人同诵, 法华经, 这就佛家夜报源起理论而言, 大概就是他素氏因缘的关系吧。 大师因此常诵法华, 甚至常于土坑中读诵, 然不能解悟, 内中悲苦, 十五岁, 正式出家, 持戒圣辰, 每日一餐, 仍专诵法华, 大概因为四中吵杂, 他时常在夜里独自到山林中作禅, 并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最用功的禅作者, 例如他二十岁时, 整夜坐禅, 持续二十一天, 却惹来禅病相扰, 致令全身不得舒畅, 此时因物业或知非, 知或由心起, 遂反观自心之病, 自除心或, 心或消失, 业力及除, 禅病也就无着力处, 禅病遂退, 可见大师是在切实苦行中用生命的力量去印证佛法的殊胜与真实, 并一步步坚实起自己的禅行境界, 第八节, 慧思生物法华经, 慧思自幼即与法华有身后渊源, 曾发苦心送读, 法华经, 余数年间送达一千遍, 终能领悟法华真意, 得法华三昧。 就佛僧大德在禅定时修之过程而言, 所谓的某某三昧者, 即位在某某佛法的经典或教义上, 能达到在自身内在人格上与某某教义完整同等的行持修位, 并在禅定发挥的深度上能完全进入该特定至观的理解世界中, 能如清灵佛陀宣教道场中聆听说法, 也能于自正学历中如佛本怀般的自作教义之推演或代宣本职, 又因佛之任意交门皆代表佛陀示现之某一特定佛法智慧之程度, 即任意的正此法门之学道者也必定在禅定之修行与智慧领悟上达到相应之境界, 则此时此人之内在品质已可谓有了跳跃式之静静, 其内心之喜乐岂可以人间世俗欲求之满足来形容, 慧思禅师之德政法华三昧, 终于开启天台宗以法华立教之端序, 而使佛陀在法华宣教之本怀得由慧思迹传给至已而终的在中国大臣佛法之极架中再度普现于世, 所谓法华本指者何也, 佛陀本怀也, 佛陀一生教学传道, 先后讲过无数经义要点, 包括宇宙的结构, 十二因缘, 人生的真谛, 四圣地, 最高的智慧, 般若空观等, 再再都指明佛陀要众生去求佛法, 但是更重要的心愿是佛陀要众生帮助更广大的众生共同去向佛法, 让佛法真正能在永恒的时空中普现在世间所有友情众生的心田中, 但佛陀为教导众生兴趣佛法, 多以对基教法的各种法门来引导众生, 让他们在自己心智兴趣的基础稍稍向上一跳, 引入学佛之徒, 但学佛之徒虽多, 学佛之中的却只有一样, 即成为一位自度度他的菩萨, 所以在, 法华经, 一开始, 佛先驻于法华三昧中, 待他安详出定后, 便宣讲佛陀一身教法最根本的胸怀, 即要众生在现有学佛之基础上都要再跳一步, 以成为度人度己的菩萨为目的。 一般而言, 佛陀以苦即灭到四圣地教导众生, 随法而修的阿罗汉果, 即身闻成圣位, 再进一步以十二因缘观教导众生使之世界万事万物生灭无常之理, 的物人与宇宙的真实命运, 而正的辟之佛果, 即愿绝成圣位, 接着再以般若空至教导众生, 使能对己对人对事事物物拿起放下, 洒脱自在, 不知不吃, 如实陶永在佛化生活情调中, 与高尚智慧层次向往来在最精进的禅定修为中的菩萨果位, 以就几度人为菩萨道精神, 如此随机皆引示为方便法门, 若有众生执着现有成就, 不知去向佛陀终极本怀, 就不是真佛子, 也唯有以发大誓愿, 即行菩萨道才能真正佛果, 所以佛陀在法华宣讲时刻, 依依为以发大誓愿之求道众生摩顶受祭, 表达佛陀对其誓愿恒心之肯定, 相信他日此子中将因切实堵行菩萨救人慈悲心愿, 而在次次苦修之实践过程中坚实自己成佛作祖的全面条件, 最后终成佛果, 而成佛即使所有求佛者的最终标的, 但是如果不真得佛陀本怀, 不知求佛的最真目标就是让娑婆世界亿万众生同成佛道, 而自行陶醉在三圣果报之中者, 则永远只能停留原地, 甚至退转所正境界, 这是所有求佛者所当境界的, 而当其人知佛本怀, 且极切行之时, 则其成佛之路便已打开, 否则便永不可能成佛, 而当人人皆以自度度他精神行菩萨道时, 则数穷三计横便十方一切有情众生同正佛果之理想, 才有实现的可能, 而求道者成佛的途径也就因而只有一种可能, 是故法华又是产阳一圣成佛的精止, 故众生不求成佛则已, 若欲成佛必走法华之路。 其他法门只是皆引入到, 真正最终成佛之路则只此一种而已。 直至慧思禅师体悟法华教义生意之后, 天台一系末不秉辞精神, 为佛用功, 宣扬法华精神, 并依法华建立五十八教的叛教说, 即一念三千的信聚时相学, 当然, 这都有带慧思之后的智者大师来创造了。 第四章, 天台宗的三祖智者大师。 第九节, 大师的幼年。 天台宗的真正建立者是三祖智者大师, 大师出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梁朝的贵族家庭, 父亲陈启祖, 曾是协助梁元帝击败侯景之乱, 获得地位的功臣, 民众朝野, 也是一心在梁朝仕途上欲有所作为光大家业的人, 因此他对自己两个儿子也都抱持继承家业的期望, 陈启祖长子陈真, 四子陈王道, 又明光道, 若贯后浩德安, 即智者大师。 大师自幼与其凶二人生或父母疼爱, 原因一步步走上父亲所期望的道路上去, 但因原地被窜, 陈启祖忧心国事, 遂至病倒, 其妻为其所累, 竟先他辞世, 随后臣起祖一末, 臣是兄弟二人各奔东西, 一去出家, 一去求官。 然而, 大师以十七岁之灵, 立心求道, 却竟是自更幼年起极有的迹象呢? 大师诞生之前, 其母曾夜梦被一团五彩香物围绕, 并且投入其怀, 其母聚, 却听空中传来声音, 素氏因缘, 王道托付与乳, 福德兼备, 何以排聚他, 婴儿怀孕? 而大师之父于其身产之日, 婴手七旁, 于修器雾昧之间, 朦胧间看到强烈的光芒一闪, 周围突放光明, 此时, 王道即诞生。 幼年其之王道, 常随其母至寺庙参拜, 其母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 某日七岁的王道竟能背诵《法华经》中的文具, 父母大义, 原来他只是随母听经, 就自然地记下来了。 随着市局的动荡, 眼见当时人生死无常的命运, 王道幼小心灵已隐然有求入佛门里解人身真谛以解救世人的胸怀, 竟自雕佛向瑜伽中膜拜, 有依次为代父亲去梁朝旧都祭拜梁武帝的路途中, 王道举目所见竟是荒原颓壁, 曾是繁华的国都, 却因战乱, 转眼成废土, 因而确定了他心中所认为的人间事工的无常性, 以及不究竟的本质, 不能以武力建国的方式来拯救人类, 唯有佛法从宇宙人生真相的眼光, 才能了结人生之永恒困惑, 所以更强化了他求道的信念。 十七岁遭遇双亲之丧的王道, 决心入佛门求法, 在一封父亲身前写好的托孤信上, 王道及陈真兄弟二人前往香州拜访赐使王林, 王林遂安排王道进入果院四出家卫僧, 接受住持法序师之教导, 至以知名, 及法序所取, 王道除日常寺院中公务认真工作外, 其余时间及用功于佛法的阅读及理解清正的功课中, 很快的, 果院四已无法满足其向道求法的需求, 此时王道心中的佛法问题是指指佛陀宣法本怀就在何处, 因其时中土佛教因经典大量溢出后, 各家支持其所宗主的经典以为佛理之真义, 遂生各自为主之现象, 而一心以佛法为最终真理的青年王道, 却非要究明佛陀宣教本怀不可, 他不能任由佛法被南北论师割离破碎, 甚至彼此矛盾, 因此他需要更认真的阅读更多经典以找出佛法的根本, 果院四之后, 王道又在慧矿律师的指导下至恒州大咸山道场认真修习, 法华经, 并在阅读过程中领悟法华书是救人的大乘精神才是佛法本职, 而宗观当时南北各家学门, 却只有在为躲避狄论师陷害而将到场设于其成兵险之地大苏山的慧思禅师是强调, 法华经, 的青年王道为应证所向, 遂不辞艰苦前往求道, 也就在慧思禅师之处, 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学历基础。 第十节, 大师从学于慧思 来到大苏山的智者大师, 在禅力深厚的慧思禅师面前, 一眼就看出大师的不凡, 告曰, 昔日临山同听法华, 夙缘所追, 经妇来以, 原来当初佛陀于临山道场宣讲法华, 听者不可甚计, 此时由慧思印证师徒二人皆曾于佛陀道场中聆听道理, 这表示慧思的禅定力已使他获得宿命通, 而能知晓自己及他人的过去世, 又表示智者大师经事与法华结缘, 实为因缘成熟之故, 于是, 智已便在慧思的指导之下, 一, 法华经, 而修行, 日以继夜, 甚至中夜不休, 很快地变生悟, 法华三昧, 慧思赞曰, 非耳末正, 非我末时, 所入定者, 法华三昧前方便也, 所发持者, 出炫陀罗尼也, 此时, 智已所悟者何? 其实, 人是慧思于禅法所证物境界内事, 原来, 慧思虽自慧文处领悟般若空观之智慧, 但是, 般若至人只是溢入佛道的方便法门, 真要一生成就佛道者, 人在法华精神中, 此外, 慧思笃性因定发慧之路, 认为一切佛法都是讲求禅定的法门, 那么, 若由禅修而入佛境界, 自然应以植入佛道的法华法门为禅定之徒, 而法华法门之所以为植入佛道直接成佛之境, 乃以名载于, 法华经, 中, 佛陀早为法华之前所讲诸法境皆为方便法门, 乃因众生根气资质不足顾但说亦方便入门法, 而佛陀真正宣讲佛法之本怀旨在法华, 即众生无边是愿度的自度度他的大成精神, 知此而行可以即成佛道, 故佛陀依依依为诸听法之菩萨大德摩顶授记, 宣告其人成佛之国土, 即亦为其人在真心奉持法华精神救度众生之过程后, 必可自成佛陀, 同正无上正等正觉。 而慧思生物即此, 遂教导致以法华经安乐行品中的禅修之法, 即教以此品中的禅定之法以使其误入佛道, 所谓安乐行其时及法华精神之禅定, 慧思于中纪曰, 以切法中心不动, 故曰安, 于一切法中无受因, 故曰乐, 自立立他, 故曰行, 心不动者, 则以正空观以, 而无受因者, 即未眼耳鼻舌身意一切感官之觉以不受外援所扰, 故已进入禅定之境界以, 故曰乐, 这当然是禅定之乐, 而非俗欲之乐, 至于自立立他, 则明白地指向着法华救度众生之精神。 为使学者实际的或安乐行, 慧思提出修习法华三昧之两种行门, 一为有相行, 一为无相行, 有相行者, 并非禅定之法, 乃是将散乱心收摄起来, 专心诵持, 法华经, 以智解培养观念能力, 精勤诵持, 行之不停, 作为正敬法华三昧之初步, 而慧思自己即为法华经千变的诵持者, 可谓法华安乐行之有相行之最真心实践者。 但除此文字有相行以外, 尚须勤修行修无相行, 童书中既曰, 无相行者, 即是安乐行。 一切诸法中, 心相极灭, 毕竟不深, 故名为无相行也。 常在一切身妙禅定, 行住作卧, 饮食言语, 一切威仪, 心常定故, 如是禅定, 是菩萨变形, 毕竟无心想, 故名无相行。 实际上, 在, 行住作卧, 饮食言语, 一切威仪, 之生命过程中, 已经融入境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之菩萨六度行乐, 即无相行之法华安乐行之修持中, 其实即是大乘精神之最深实践, 唯有在六度菩萨道之行时中才有真正无相之入定真实, 也唯有在真正, 毕竟无心想, 的无相禅定中才有六度行的真正深入, 真正实践。 故味, 如是禅定, 是菩萨变形, 毕竟无心想, 故名无相行, 也就在安乐无相行中才真正超越了其他一切法门, 而成为即成佛道的直截之徒, 故慧思诱言, 法华经者, 大臣顿觉, 无师自悟, 即成佛道, 一切世间, 男性法门。 凡是一切心学菩萨, 欲求大臣, 超过一切诸菩萨, 即成佛道, 须持戒, 忍辱, 精进, 勤修禅定, 专心勤学法华三昧。 其所以超越其他一切菩萨所行持之修法者, 即在法华三昧乃之截入佛之道, 当然, 其行义最为艰苦, 会思言, 诸于禅定, 三界次第, 从欲界的, 未道的, 初禅的, 二禅的, 三禅的, 四禅的, 空处的, 十处, 无所有处的, 非有想非无想处的, 如是次的, 有时一种的差别不同, 有法无法二道为别, 是阿比谈杂心圣行, 安乐行终身妙禅定即不如此, 何以故? 不依止欲界, 不住色无色行, 如是禅定, 是菩萨变形。 毕竟无心想, 故名无相行。 可见行持法华三昧即在行持菩萨道, 并在无相行之主体证物领会下, 在常驻禅定中一下跳过了其他一切禅修法门之次第境界, 故而法华之禅法特色又为之原顿法门而非次第禅观, 而其所正入之境即为佛陀最终之境, 故会思言法华三昧即为其出发心心学诸菩萨应善观诸演员, 毕竟无生灭。 而鼻舌身意, 其性从本来不断意非常, 既然无生灭, 色性无空甲, 不没意不出, 性静等真如, 必竟无生灭。 身相未处法, 从本以来空, 非明亦非暗, 既然无生灭, 根尘即空计, 六十即无生, 三六如如性, 十八戒无明, 众生语如来, 痛共亦法生, 清静妙无比, 称妙法华经。 即众生语如来以痛共亦法生语, 此即成佛之意义。 而当智者大师于法华安乐行之修持中, 发愿以生公养日月静明德佛及, 法华经, 时, 其突然震入禅定, 生物法华三昧时, 即其心智以解心愿以发, 达不退转的, 完全进入灵山法会上诸菩萨解悟佛陀宣教本怀所获法喜一般, 并似其受佛陀摩顶受祭毙正佛果之境界了。 第十一节, 大师的修行与讲学 得正法华三昧的质疑, 生或惠思之器重, 为其纵令文字之师千寻万众, 寻辱之辩, 不可穷矣。 于说法人中, 最为第一, 此乃因智者大师的证悟是今圣身禅定的清正, 不是一般透过文字解悟的学者森所能体会的知见佛法而已, 故犹时正后的说法, 是直接地从自在本心的实然流露, 丝毫不差, 所以会思禅师才认可智者大师将成为最能宣讲佛法的第一人。 也就因为如此, 遂展开智者大师人生的另一阶段, 即不断地宣讲佛法真理的过程。 当时, 有一位慧妙禅师, 不服慧思禅师的教学, 遂大肆批评慧思的教学, 说他自己的讲学是如狮子吼, 而慧思只是野狗乱教, 并且以违背佛理的行为迷惑时人, 又以尖锐的态度, 发表偏离的议论, 可以说是当时佛教界的问题人物, 此时智者大师遂与妖辩, 以他对佛经的今生造诣, 引经据典, 详细铺演, 又旁引佐证, 不断逼问, 遂始会秒的乖谬之论, 无法自圆其说, 终于把他过去所乱发表的议论完全修正过来, 也使得慧秒的门徒不再接受错误的教导。 由此可见, 一位成功的佛门人物, 不仅要能习心禅定, 即精通佛典, 为弘扬正法, 有时也得与人辩论, 因此若信心不够, 或所学不精, 则无法胜任真才实学的毅力对辩。 在大苏珊表现优异的质疑, 受到惠斯的肯定极器重, 交给他的考验也就更加吃重, 一日, 惠斯禅师完成了他辛苦公路的, 金字大品班若金, 并以他自己深刻的见解打算开道场来讲经论学, 并指定至以代讲, 大师口若玄和, 以无碍的思路, 尽情畅怀地表达, 紧留其中最关键的部分由其师宣讲, 惠斯对其所讲十分欣慰, 深信其法中有继承者, 遂言, 可谓法父法臣, 法王无事者也。 席间, 惠旷律师一来捧场, 两位师父皆肯定大师的成就是因身研法华经的结果。 大苏珊的学习过程随着惠斯禅师打算离山前, 往南越横山继续修行而告中断, 此时的智者大师以具独立讲学的能力, 遂在惠斯的坚持下, 带领二十七人前往当时南方城朝国都精灵讲学, 然因大师在佛法的体悟境界已超越时僧, 起初仁知其善学, 有一次, 精灵有一位老僧法记, 自认在禅学上有读到功夫, 见到至乙, 以禅定上的境界探寻, 大师则明白指出其禅定功夫落入偏邪, 法纪大经, 发现大师才是在禅定功夫上有真实造诣的人, 遂为其大家宣传。 自此而后, 大师遂在经师逐步宣扬佛法, 并以他无碍的辩才及精辟的见解, 吸引无数僧众, 到场学法, 把当时精灵国都的佛法封气整个导阵, 指导人心, 使国君都认为他是稳定国家安定的精神导师, 此时, 从学大师的出家僧履义人数大增, 但大约是大师名气太大了, 追随求法者只是迷失于关盖云集的高位虚名, 并不能真心苦修禅法, 所以学生虽然逐年增加, 但在正的佛法有真实成就的人数却逐年下降。 大师眼见及此, 知道他该离开京师的时候到了, 当他宣布将离京前往浙江天台山重新苦修时, 京师公卿都前来未留, 希望他继续留下教导他们, 但大师不为世俗的虚名地位所动, 从小立下的志愿是追求佛法真理, 当他发现自己需要再进一步学习充实的时候, 便不会留念曾在精灵名洞朝野的光荣, 坚定地离开了教学八年, 让他扬明朝野及南北各家的精灵。 天台山的生活是艰苦的, 地处偏远, 生活功虚不易, 但大师的修行功课更未艰辛, 大师又走回禅修苦行的修行之路, 接受更深刻的禅定磨练, 正物般若与大悲的治理, 可谓完成了他在大苏山时尚未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一次的再度修行, 使得智者得以建立他自己的佛法理论, 也使天台宗明洋佛学时的若干重要教义, 透过大师融会贯通的会解, 一点一滴的被汇集起来, 原来在大苏山的学法可谓在会思的高度上接受其指导与印证, 而这一次的实修, 则是大师扩展原来所学, 从班若空观, 法华三昧的禅修时务进到对法华原顿教义的哲理宗社, 思想创发, 建构了天台时相学的禅观思想, 及依法华起教的宗叛佛说诸经的五十八教说, 诸如此类的自创观点, 则在其日后长时期的讲学中逐次第表达了出来, 此后, 大师经臣朝国君之请, 再次回到精灵讲学, 但因时局不断动荡, 大师不愿常驻, 又自精灵转往长沙, 时职臣随更迭之后, 经随晋王阳广邀至扬州, 为其受与菩萨戒, 即以菩萨道的戒律要求杨广遵守奉行, 并进而收之为徒, 引入佛门, 成佛弟子, 杨广称其, 大师禅会内容, 应奉名为智者, 大师赋言, 大王普渡远记, 应法名为总持, 然而, 大师确实成就了智者的功德, 习杨广却算不得是个好皇帝, 夺取凶长王位, 却荒淫无道断送江山, 大概也辜负了大师赐予为佛法座总持之期望了。 大师随后又游历了南越及荆州, 并不断见四级宣法, 弟子录其所述, 整理出许多重要作品, 其中有以法华文句, 法华悬议, 摩合纸观, 等三书最为重要, 并豪称为天台三大部, 奠立了天台教学的宗旨基础。 第五章, 天台宗的重要教义理论。 智者大师被誉为东土小世家, 显见其教学是能通贯全体佛经义理论, 但大师在佛学上的教学成就, 则更在于他能建立了解佛法的知识境阶, 以及指出佛陀教学本怀的终极标的, 这整套思想内含及表现在其对整体佛陀教学进阶的五十八教说, 其观点则散建于法华悬议, 即摩合纸观, 当中, 这些观点则成为天台宗立教的标志。 此外, 从慧思、 慧文建立禅观理论以来, 大师及从中一层层深觉禅法奥义, 建立了从禅定观物进入所洞见的世界十相知识, 即齐、 十法界、 三世间、 一念三千、 等, 兴趣实相说, 也从此推出在中国大臣八宗中, 专属天台系统的佛学世界观学, 而能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天台兴趣学之哲学讨论, 以及宗门教义的比较与辩论。 但是这些理论的提出, 又都是导源于其禅法功夫的真实操作中而来的, 这集表现于其多种著作都以止观命名之故, 其最后重要大部头讲义及名为, 磨合止观, 本章及先讨论, 天台止观, 知义理, 其次介绍天台止观理论中所建构出的既存有论意修行学的, 一面三千之性巨石相学系统, 在介绍天台教观中的最经义思想, 及其五十八教说之理论系统。 第十二节, 天台止观理论的意义, 佛学之存有论以缘起为中心, 其伦理学以无职位教义, 在修行上则中定于禅定之事, 在禅定的操作中, 要支援起法之宇宙本性, 要做无职之心性修为, 这一套功夫, 则挽合在天台的止观理论体系中, 只是习念之功夫, 观世智慧之解悟, 在解悟与习念的操作中一步步放下一切, 迈向无职的更深邃境界, 禅定的成就就是成就在境界之中, 境界是智慧的深浅阶级, 内容在止观之观中, 是故观及是慧, 以慧的深度培养指定的功力, 对世界真相的把握内含提供修行者在禅修的实践中有所去向的标的, 故观以养指, 指的功力又加强观的深度, 操作中的自我澄清与道明和的功夫, 永远没有尽头, 禅定中的境界随惠而来一朝惠而去, 永远不限定它将打开的新境界, 是故止的功夫又开发观的智慧。 指与观的事业在禅定修持中是一事而两行, 在有静静的过程里是彼此交涉互相提拔。 知识之故, 功夫是指的事业, 境界则以观来表达, 所有禅定境界之被表达的内容全是所谓的观, 所有境界又全是对世界真相之描述, 对真相之不同理解与描述形成不同的观法, 不同的观法代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境路, 不同的表达, 甚至不同的境界, 天台与华言两宗都是充满了观法的教派, 显示两家都对佛家世界真相提出众多的描写。 佛家的世界学以缘起论为宗旨, 所有之观门皆是对准缘起法做疏解, 缘起法则决定存有之实相, 存有者以体贴实相畏直至, 但其体贴各有不同, 华言与天台不同, 大臣与小臣不同, 佛家与儒道不同, 东方与西方不同, 甚至对缘起法则作为世界实相之哲学观点也有各家的不同。 作为从身心性命之投入之途径的佛家存有学真实之见的知识体系而言, 观缘起法的学问是在操作中获得的, 是搭载指定修持的真实经验中提炼出的观点, 随着经验的具体性个别性, 及其表达的语言使用之独立独特性, 它的多样性是必然的。 固然佛家与缘起法则未决定存有十项之宗旨, 但随着此门学问之操作性格, 求学者必以其自身操作中之解悟深度而标定其缘起法之内涵, 当官成立,只随而上,境界作为目标, 禅定则到达该处, 在有等级的对缘起法则之不同理解内涵之下, 佛家成立了各自不同的官门教义体系, 释迦牟尼佛的在世四十八年之说法内容 拥有着各家差异极大的不同诠释, 这也是天台大师以五识说法, 八教判别为佛家梳理其教下各家境界未接工作的意义所在, 各家领悟可有不同, 但佛陀本怀只有一项, 这便是天台加以法华一诚诚 佛为佛陀本怀之宣教工作所要处理的问题所在。 在摩赫止观, 一书中, 智者大师提出大臣法门中的三种止观, 即见次止观, 不定止观, 即原遁止观, 这是大臣显教之三种止观, 另有大臣密教之秘密止观, 大臣之四种止观只有方法的不同, 最后都能得最深的佛家奥义, 这个奥义, 在天台则已传承自龙术, 绘文的空, 假, 中三观并成并现为则, 即是对世界真相之领悟与表达以此三观为主, 世界以缘其位法则, 身心在因缘积聚中亦只是积聚而已, 自我与世界同在因缘积聚之假合中, 没有真实的定着, 自我作为自我的本质是空的, 以缘起故此性是空, 但此空性之世界仍然如实显现, 故此显现是假而非真, 故现象中的一切是有此经验却无其真实, 但我们仍在其中, 仍在此因缘假合之经验的感通之中, 虽感通却不执着, 虽假合却不伪弃, 自我与世界同在一大缘起的机缘中痛显法性, 痛显佛性, 痛显真如, 同同缘起, 在缘起对待中同正佛陀所证之最高不思义境界, 此为观缘起之一空一甲之最高境界, 即此中道之关门, 此为天台对一缘起立教之佛家存有论关门的最终解物, 故其所证入之佛境意在此空甲中三地缘容的境地上, 天台所证如此, 但不同教义所证不同, 小乘观法执着于缘起法则的苦极灭道之初义, 故其修行以极灭为至, 及其领悟缘起之世界在假合的来来去去中缘起缘灭, 它指定住此其灭无定的面向, 苦因极生,世界与众生只是苦, 故求灭未到, 他们以为佛意之真理便在止息此其灭之幻香, 其灭非真, 故灭此其灭,灭此其灭, 即灭此存有, 故小乘之修持以祭灭断绝未至, 其因之一切缘起故得除众生执着此事之一切贪欲, 但因止以缘起未生灭, 故而此生灭至之禅定未假定, 实无真定之可得, 其定人在生灭中流转, 灭身后又生, 一再断灭, 一再隔别, 只是一种顽空, 狂空之智慧, 实非真智慧, 其所阵入之空境被大臣佛家批评为止是断灭空境, 此即为不解空之真义所致, 空之真义依小乘后之般若学空观而言, 是在空甲中三观并驻之中, 缘起法则作为世界存有之法则是即空亦有, 故而传为在中国所新造的大臣其信论, 即以真如与生灭二门同位缘起之正观, 在生灭中要显其真如意理才是缘起法则之全貌, 在禅定智慧关节的境界中也要并成真如与生灭, 才能使无值的指定功夫有其超越生灭进驻真如的对地, 否则修持只是自我灭绝, 此意在华言论法界缘起时意受到重视, 即其同已染法及境法缘起为法界缘起之关门, 而在为时宗论阿赖耶时之本史时, 意在在讨论着最后佛性的染境空有问题, 可见作为在操持中建立的对缘起法则的关门解义, 一方面依其对最高佛性之观点而立教义, 一方面更依此境界内容以为修持之所对境界, 此修持的指及境界的观同位佛家 亦存有学义修行学的两门学问, 是一体而两行的。 第十三节,天台的一念三千说 佛法为缘起法, 一切官位对此缘起存有论之解释, 观此论而得禅定之理性根据, 天台以一心三观误入缘起的正观之后, 随而发展了对此缘起存有论在作为一套 存有学架构下的世界时相学知识体系来, 世界是一缘而起, 但仍有其在其中之样相, 天台即对此发展了其基于 指观学进入而开发的信聚时相学系统出来, 即为世界观学提出本具之形状, 当然此重观点的提出, 仍是从指观的功夫中而来的。 并且这个真实的功夫经验更是天台大禅师们一代代努力开阔而得的, 如若脱离天台的指观修持法门, 则所得知世界之境相亦将不同。 此外, 天台指观乃对照修持而来, 事故其中的性格是包含佛家天道观中引人求道的基本道理, 故而此一一指观中而来的会学是可以直接使用在导化众生之人生观的一礼中, 也可以以这种劝导修行的角度来诠释此指观中的会见, 以下即将并和修行的宗教伦理教义方式及哲学的存有论义理方式 共同说明此天台指观中一念三千学之意涵。 绘文发挥龙树中论之,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宗旨建立一心三观, 其禅观上的意义为将龙树菩萨对因缘生法之三个侧面之理解, 直立在禅心定造之中, 三面一体, 一心痛时呈现空甲中三观, 而把握佛教宇宙缘起论在作为正之间内含上提供修禅者如实理解的实相争议, 即以三观痛时呈现世禅定心如实把握宇宙缘起的真实观照, 在禅定时修中应以一心三观为理解的基础途径, 在同时打开修行证悟的作为。 慧文成北方佛学众禅行的学风, 广教徒众, 慧思及从学者之一, 亦以苦行称名, 此一重行的精神, 在慧文与慧思教团的孕育中持续发展着, 亦因慧文从龙树, 中论, 得出一心三观的禅观十亿而逐渐展开智者师臣的天台止观理论系统出来。 慧思禅行精神是以法华三昧位入手标的, 所形正的是菩萨道的精神, 意味着慧思以法华经及大臣佛学经典为主且流传在当时佛教界的大臣论著为其禅行理论的内涵, 在真意中是否为其所者的极荣有设大臣论, 大臣其信论, 如来藏思想的义礼。 天台时相论著名的一念三千说, 虽是智者所创, 但发展成为天台时相论思想的起始, 却是慧思的知见, 慧思生气法华, 并对法华方便品中佛所说, 佛所成就, 第一稀有难解之法, 唯佛与佛, 乃能究竟诸法时相所谓诸法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元,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 做了特别的强调, 并由此建立了, 实如是, 的实相学, 以诸法如如实事呈现为法界真实, 如此而返照于心, 便知诸心念所系, 自造果报, 魔所顿陶, 然若念念在佛, 则与佛同, 如如呈现, 成就自己, 故时如是说乃是以界而一心之呈现, 必有其性, 其香, 其体, 其力, 其作, 其因, 其原, 其果, 其报, 如此本末究竟等之真实内涵, 以此实如阔清其真实品质, 而能反悟于内, 之所应念, 事故, 实如是, 一方面在佛所说法中代表了佛对其所说之任一世间出世间法之真实内涵, 通达无碍, 如实明昔, 另一方面在惠思则具以为对宇宙时相作范畴张网的说明体系, 并用之于心念动静设想之计, 以其如是成显之一一意运, 提气点名, 尽显朗然, 而能之所胜念, 此一, 实如是, 知世界真相范畴, 更因质疑的理论扩生, 终成为法界通达之更大的实相范畴体系基础, 即发展出诸界平等的性体实相理论, 而能为众禅修实践的天台体系, 指出人处六到十界中之平等地位, 而可由人己身之界而一念, 自作主张, 决定位皆。 此集由慧思信聚实相说之发端而至已建立天台信聚实相学之因缘, 智者大师应重视法华经, 而以法华为叛教依准, 但承袭自慧文重视禅修的传统集慧思重实相的说法, 智者亦更进一步建构了指观系统中的信聚实相论, 即已对实相知证之间为其禅修的理论基础, 配合着禅定之, 指, 修功夫, 而发展信聚实相学的, 观, 的思想内容。 智者大师首先处理了六凡四圣的始法界说法, 即从地狱, 畜生, 恶鬼, 阿修罗, 人, 天界之六凡, 或称在生死流转着的六道众生, 与生闻, 圆觉, 菩萨, 佛之四圣, 在境界位阶上有互可依转的可能, 即使法界中之任一界皆有转变的可能。 此说从六道轮回观上来看, 即已预设了六道彼此之可转变性, 若再配合今修佛道, 脱离六道, 成四圣之佛果, 则由人之一界可达其余九界之说是毫无问题。 然而智者之说还有多亦须与止名? 首先, 十界互据说是对禅修者要求心念细柱之境地之要求, 要求学者须念念在圣地, 不可有贪甜吃慢以等病, 否则当下一念之恶, 虽处人为, 然于十界观中时已为地狱, 为恶鬼, 为畜生等以。 更遑论在一身行恶之后, 下次轮回即不复为人, 或只为人中之颠沛流离贫苦交加之人以。 若反之能念念在善, 则当下一心极具圣香, 微已凛然, 所谓相好庄严, 令人见之如目慈恩, 一身清净欣喜, 亦往生天圣善果了。 是故实戒之说, 以其护惧之实, 对于禅修者是精进之鼓励, 也是堕落之警棒。 其次, 实法戒说作为有情众生之存在位皆而言, 因其戒戒护惧, 故可言此实法戒皆又各具实法, 故言为百法戒, 以百之数言戒之欲, 是其广大, 是其互惧互舍。 一眼未信聚说在会丝实如是说之外的另一系列存有之范畴大纲。 而实戒互惧之可言为百戒, 正是从戒而一念之向善或恶而推演开来, 也是在有情众生所处存有未皆之在时空中转换境界的宇宙法, 法则中所提出的百戒可能之意义之说。 接下来, 在十戒互惧成百法戒之上, 智者大师处以其师会思的时如是之说并另取三世间之说, 综合而成了三千世间之时相论, 此时, 以具标准存有论的范畴体系内含了。 三世间, 即指五蕴, 有情, 国土三世间。 五蕴即色寿想行时, 乃构成有情众生缘伸说的五种条件积聚。 色蕴只具形之物, 受视感受, 可以眼耳鼻舌身之感受来理解, 想视思维构作, 概念理解, 行视思, 视动, 视作, 等视, 时视最后的主体认识, 判断, 分别作用。 五蕴所成世间本身是一世间, 而有五蕴所构成的有情众生则是另一有情世间, 而有情众生所依止的山河大的则是另一世间, 集气世间, 或国土世间。 此三世间则又是另一种存有论的范畴, 在配合以时如是说时, 任一世间皆有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时如是, 故有三十世间说, 三十世间配合百法界则有三千世间。 另一说则为百法界依依法各有时如是, 是故有千如是, 配合三世间乘三千世间。 总之智者大师是把三套存有论的范畴说相成在一起成为三千世间的世界时相说, 而其之被称为信聚哲学, 则又因此说为自藉耳一念可张网出三千世间之一念三千说而来的。 藉耳一念之心其实通透世界本质, 本质是性, 性中所具世界时及此三千世间之范畴张网, 此时是心性不分的, 故智者亦说此心与三千世间, 没有前后分计, 乃同时呈现此不可思议之玄妙意韵也。 由于智者大师曾特别强调一念与三千世间之非先非后, 一时呈现的不可思议的妙意, 我们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的理解, 第一, 在佛学修位上, 必须真定当下一念的出现。 一念是当下一念, 是成佛堕魔的关键, 是大觉悟者释迦牟尼佛, 通究宇宙天人识相智慧之后, 为度众生同成佛道, 同成大觉悟者, 而在教室修行法门时, 所特别注重的正知见之要求。 要求有正知见以的佛果, 即是彰显智者大师对此一念看重之意义, 佛以四十九年说法经典内容及此正知见之内容, 据以为思, 据以为行, 即为修行之要求, 即此借耳一心之真定在符合修行之要求上, 故此心一念之真定才有契入佛道之坦途。 此对当下一念之重是知佛学修为上的意义, 即佛学是在心性修炼上时的操作之学。 第二, 若从存有学上理解佛学修为的意义, 则佛典所言之实法界中, 人只处于其中一界, 而求大觉悟之事, 即求从人界升天界, 再升四圣界, 而不反堕于地狱, 畜生等界之事。 故存在未接之差异的各自存在, 已成为佛学修行转界的基本预设, 故而对存有学中未接法界之研究理解也特别的成为佛学理论中的特征, 即佛学存有学中存在有提供众身超觉悦身的高下存有未接的存有层级, 存有层级的实有存在启发了修行众身, 觉悟超越的奇相, 在奇相心中, 众身自在主体努力转变的运动轨迹是众身自在的实相, 此一众身自在的实相 与存有层级的实相构成了一念真定的铺沉大海, 全体轰托着一念的出入生息, 故而从存有学在内在外的范畴研究之划分, 厘清, 是佛学理论内容的特色, 是必要有的内涵, 此集天台性具实相说在, 一念三千, 说中从一念说到三千, 从主观心念之善恶说到存有界的真实相貌, 本性所具处之关联性。 第三, 三千与一念之户具亦是三千世间全体烘托一念之出入生息的。 三千世间之, 三世间, 是直对此有之结构, 此依有情是五蕴积聚而成, 并依止于山河大地之中, 故可谓, 此有情, 五蕴聚, 依国土。 十法界, 是当下此时之众生在一回生死中的现世存有层欲, 众生必处其一。 但是在其心念动射之际, 因其正邪善恶之发出, 而有着其向其他各法界之观射性, 并即在此一由此相比的动念之际, 两界搭叠, 一个去向的新可能性已经打开, 所以十界中之任一界都可谓更具他界, 此显时法界互具成百法界之以。 实如是, 是任一世行自体内在结构之解析显象, 亦有情出一念即显时如, 而种下去向心法界境遇之因。 是故不出一念则已, 即出一念, 即是具五蕴一国土之此有情在法界中之出一念, 一念即出, 此念之内在同步呈显如如实事之真而造新业, 去向心的法界。 即十界各个互具的原理, 在总此一念之出现时, 即在存有学上一时展现了存有时相由内至外之全性皆具的三千世间。 此中何有先后, 何有次序, 等别, 直视心性互具, 心在性, 性脱心, 二而易者。 我们为之为, 此友情, 五蕴俱, 一国土, 在法界, 出一念, 显时如, 造新界。 此即一念三千说之一念与三千之关系性即界而一心之存有学意涵, 以及天台时相信聚者学何以直接致放于禅行修为的介而一心之上之道理。 此意智者大师言, 不思意境, 之妙意。 一念三千性巨石相学即是存有学, 意味修行学, 更是禅定功夫中的天台止关学之最高妙意理。 第十四节, 天台的五十八教说。 天台五十八教说之提出, 其要意乃表现在, 法华玄义, 及, 摩赫止关, 两书中, 并经天台弟子整理后所标出的, 此说乃为宗理中国佛学界在当时对全部以一出佛家经典所说内容之中, 之前进身后, 对之提出一个含有判准的排列次序, 透过次第深浅之说明, 提出佛陀所说法之真正重要的观点。 依天台而言, 佛家浩瀚之经典中, 其内容深浅之不一性, 是导因佛一身奥难名, 而佛陀为化导众生, 不得不对积教学, 因而有着一粒深浅之不同说法, 而表达记载于不同内容之经典当中, 当深奥之佛一被简化分化之后, 后知学者, 就必须有其会观之能, 才得简别经典与经典间之关系, 知道其中先后等级之差别, 又特别因为佛经在中国之流传世经过任意次第之翻译引戒而来的, 中国佛教界本身并未能有简定的功夫, 故而为佛教会命之延续, 即为佛义真相之解明, 此一简别佛今生前先后之工作亦显其重要性, 此一工作在智者大师之前之时之后皆有人做, 而大师所提出者堪称此中含幅最广, 道理最明, 体系最完备的成果, 一直到今天, 佛陀说法的次第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可谓都是大师的功劳。 天台宗在众多佛经等地之对待上是以法华经, 为佛陀本怀之最终归一, 此一观点虚归因于智者即会思二人对法华经的深入解读, 师徒二人共同读出所谓大乘佛法之高于小乘佛法之真义, 在于大乘更重度人而小乘只知度己, 而在所有佛说经典中, 纷纷表达着佛教教学义理的各种内涵, 此中深浅浅高下自虚分别, 而唯有《法华经》之中, 佛陀不再提出对基教学中的各种教义, 为止不断重申要人学佛之义, 并指出听法众生皆应奉持佛法, 推广教化, 必使任意所居国土众生同闻佛道, 共所奉行, 直至人人成佛作祖为止。 这才是菩萨道的修行真义, 至于如何修行, 修行次第, 世界结构原理, 存有真相解析等事业, 则都是在其他经典中有所交代着的, 而《法华经》之说法都远离教义而直直目的, 即佛陀本怀, 即使宇宙任意世间之所有众生, 即依于法华会上所有听者之发愿度是, 因此获得在轮转生灭之任意过程中有能听法学法的机会, 把佛陀教学一棒传一棒地接续下去, 这才是法华教义, 也才是佛陀本怀, 而众生都成佛果则更是佛陀所欲, 故而虽未学佛有多图, 且所正有等级, 因而有大小成即身文, 原觉, 菩萨多成之名相, 但依佛陀本怀而言, 其皆不忠敬, 唯有成佛成才是最终之道, 而欲成佛即是在典化了其所住国土众生同文佛法, 同批佛恩, 同求佛道, 同正佛境为止才成, 故不求学佛则已, 一旦学佛则没有终继战, 直到成佛才算完成, 故佛道唯有一成, 而把握此一成佛果至要礼及在助人成佛, 故, 法华经, 中佛陀为其坐下弟子依依点化受祭, 明是其人将在和食和土的成佛果, 而依奉法华度人成佛精神之修持者, 则是所有修佛法门中最能及成佛道的法门。 智者大师及秉持, 法华经, 中佛陀度是本怀及一成成佛之标准, 展开它在法华悬意中详细铺陈所有佛经之浅进先后之关系, 而以五十说说佛法先后, 其实是一里的深浅之别者。 又借画法四教及画一四教来介绍佛经教学之性质差别, 此部分之内容学者知之以详, 故以下指简说即可。 五十是首位华言时, 乃佛第一次说法, 说最深法, 如乳未浓, 指诸菩萨的解, 众生根气浅漏, 听者如龙如雅。 岁于其后四十八年中, 由浅入身, 依次说法。 伺于陆院处说三藏诸经, 是为阿寒之时, 谈小诚意理, 十二因缘, 三法印, 四圣地说等, 如乳至尘老, 未淡一时。 再次说为方等时, 说, 等经, 说明小诚意理之不足, 指引更大的理想目标来追求, 欲生苏位。 第四十位说般若时, 已可将佛意理之经要说出, 即般若空理之大乘思想者, 显示菩萨空中要有的卑制精神, 是为首苏位。 最后佛意众生已能生解佛性, 故畅佛陀本怀, 指出众生皆可成佛的一成教义, 即法华时, 为提狐卫, 为原顿教理之终结者, 只在最后佛灭前再说涅槃经, 赴佛意主。 配合着佛说法五识之说, 智者大师以标明法华, 涅槃是佛最后原顿思想的完成, 并为佛所说一切经典指出 生前先后及各自教义重点, 故在佩以化法四教即化一四教, 从藏,通,别,原,即顿,剑,秘密, 不定,非顿非剑, 非秘密非不定之说法内容及说法方式, 再次将五识佛说作义有机的 广变的原通架构, 此即其叛教之八教说, 并以华言间,三藏弹,方等对, 班若代配合法华涅槃之纯元, 将五识及八教整合分盘。 智者大师的五识佛教说, 后来成为天台叛教的标志, 并使当时南北各家叛教系统相形失色, 为华言武教说人能与之不断敬慎。 第六章,结论。 依据天台宗哲学的特色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定位,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地说, 天台宗是属于中国文化吸收印度佛学之后, 在中国佛教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并有创新意理发展的新佛学理论体系。 其创新的识相论立场, 在随唐之后成为中国佛教史内部理论辩证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讨论主题之一。 其禅观修行法在禅修实践中也成为中国佛教界历代以来的重要法门之一。 其五十八教的叛教理论更是自其而后所有佛教理论研究者具以敲门入佛的理解大纲, 并对韩国、日本以及当代研究者提供入门指引的基础认识。 天台以法华、涅槃为教义归向宗旨, 以班若空学位义礼发扬的基础, 以禅行时修为佛门事业的内涵, 堪称解形并重的全面教义宗派, 为燃成家,殿立中国大臣佛学高峰发展的风范。 然而,明代以后,随着禅宗兴盛, 佛教式为天台宗亦如其他宗派契未在线理论创造的星象。 虽然如此,天台宗的教义典籍依然完整地保存, 天台山的寺院一人飘透着灵山妙气, 随着中国文明在今天必须全面重新恢复之际, 不论是学术界义或宗教界似乎都已共同地关心起此宗的一切, 显见其恢复的契机已现。 本文之作仅为入门参考而已, 并未对天台众多教义及智者之后的教派流传及发扬多座铺陈, 反而更重视从生活中及从修行中的角度来引戒天台。 本文参考书目 1. 法华悬议智者大师大阵藏 2. 摩合指观智者大师大阵藏 3. 天台教学史事会阅中华佛教文献编撰设 4. 天台宗刚要晋全大师佛教出版社 5. 天台宗论及小云法师原权出版社 6. 天台宗之叛教与发展现代佛教学术从堪大成文化出版社 7. 天台典籍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从堪大成文化出版社 9. 天台思想入门连田茂雄佛光出版社 10. 天台大师宗其中上佛光出版社 11. 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及著张安大师中华佛教文献编撰设 12. 法华经心解心著柳旭会剧出版社 13. 同盟止官教士致以文经出版社 14. 大臣止官法门会斯大师大圆满出版社 15.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屡邓天华出版公司 16.印度佛学思想概论吕邓天华出版公司 17.中国佛教史蒋维桥长春树书方 18.中国佛教发展史略树南淮境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19.随唐佛教史搞汤用童目夺出版社 326.101-2352OK9Text斜线HTML 29.Friday 26.November 2015.50分15秒 GMT28203453转18B713495E14B693C0003Heights 6101-235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7.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8.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8.首页、向上、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8.大乘大义章探究、照论中的般若思维、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8.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大乘起性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起性论完整版、伦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天台宗学派纲要、华言宗法界原起说之成立条件、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8.档案下载 8.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8.杜宝瑞台大哲学系副教授 9.摘要 8.本文以讨论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为目标 8.首先说明《华言经》的著作意义 8.其次说明华言宗派的成立意义 8.以及华言宗教义宗旨的哲学意义 8.本文之论述以吕邓教授对华言宗哲学的批评为焦点 8.藉由其他当代学人方东美籍唐军义 8.方立天先生等人的观点以解消吕邓先生的批评 8.主要指出《华言经》的出现 8.并不单纯只是为社会需求而编撰 8.而是有其理论创作的用意 8.此集是其言于一切圆满的佛境界的世界观 8.及修养论系统哲学 8.至于华言宗教派的出现 8.更不是为应付中国朝代政治之需而立宗 8.而是有所误解于 8.华言经高明广大一旨而建立的哲学诠释系统 8.旧法界观 8.言是一在佛制政务境界中的对一切世界现象的清静意的终极论述立场 8.并非历史现实的翻版而已 8.更非有观无教 8.同时 8.法界观门 8.确实是有违心论意义 8.但这是一切大乘佛教的共义 8.并非华言宗有此意义即为缺失 8.此外 8.法界观门 9.是连着修正意义而设说的 9.并非有观无教之系统 9.就五教说 9.而言 9.是一介叛教系统 9.而对修行功夫的次第进阶之论述 9.既有世界观的进阶 9.更有修行功夫的进阶 9.并非一逻辑混乱的叛教系统 9.故有取义于天台叛教之说 9.但应更注重清净世界海之意运 9.而更有超越天台之说者 9.关键词 9.华言经 9.华言宗 9.法藏 9.法界缘起 9.华言五教观 1.前言 9.华言宗哲学 9.刊称中国佛学甚至中国哲学中体系最为庞大 9.思辨最为深邃的哲学系统 9.它命题丰富 9.意志优远 9.并且深奥难懂 9.华言宗哲学命题 9.从哲学问题角度来看 9.是充满了形上学意涵的 9.其中六相援融理论 10.玄门理论 10.四法界观理论 10.以及叛教说的五教理论 10.皆具备丰富的形上学奥指 11.但是它却是在终极圆满的修行境界中 11.发为的思辨观解系统 11.因此也是一套深刻的功夫境界论哲学 11.自来佛学研究 11.多从修行意志 11.宗派意识 11.明相定义等角度讨论各个宗派的理论 11.然而华言宗哲学体系过于庞大 11.上述种种角度 11.一阶只能见其一于 11.难以敬献宗旨 11.显现其为由宗教而哲学而贡献于人类世界观思维的要点 11.华言宗哲学当然有修行宗旨 11.但是修行意志是所有佛教哲学的必有理论项目 11.至于华言宗的修行意志当然是站在 11.华言经的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下的功夫方法 11.必须撤见华言经世界观的底蕴 12.才能掌握华言宗修行功夫的知识意义 11.华言宗哲学当然有宗派意识 11.但是宗派意识是为维护所创造的哲学理论形态以为建立的结果 11.并非为宗派而宗派 11.为权力而宗派 11.为世俗价值而宗派 11.宗派间的教义之争或有社会世俗较进之现象 11.但是教义的成立还是根本上属于哲学理论的知识意义 11.并非仅宗教竞争意识及能支持教义主张 11.华言宗哲学当然有数不清的佛教名像 11.更有其特殊选取及特殊使用的华言名像 11.但是名像是为说明义理而设 11.仅仅分辨华言宗个别名乡的意思上 11.不能深入理解华言宗哲学的风格 11.本文之作 11.企图从华言宗哲学问题意识的进入 11.适度的在于界定华言哲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11.本文所谓的哲学问题进入的研究 11.就是首先定位华言宗教义中的宗教世界观及修行功夫 11.皆是一套一套的哲学理论 11.是中国大乘佛学的哲学理论 11.是中国哲学的哲学理论 11.是人类哲学史上的哲学理论 11.是理论的哲学就是有问题意识 11.有预设立场 11.有概念使用 11.有思辨推演 11.有观点主张的理论 11.就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的特殊关怀而言 11.是要说明世界真相及人生意义的 11.佛教哲学当然是有世界观 11.行上学的主张 11.当然更有生命意义及修养功夫的主张 11.本文之作 11.即将以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 11.本题论 11.功夫论 11.境界论 11.四项基本哲学问题为进入 11.为华言宗哲学的形上命题 11.理清其知识意义 11.使华言宗哲学命题 11.在中国佛学史发展意义 11.及中国哲学史发展意义 11.上能得一面目之清晰 11.华言宗哲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11.首先是在佛学史上的有其心意 11.这个心意是立基于 11.华言经的意志而得来的 11.叠经智眼与法藏的创作而确立 11.而 11.因此本文之探究将从 11.华言经作为哲学理论基地的知识意义 11.而针对智眼与法藏的重要理论进行说明 11.主要将从法界观与武教观两项进行 12.华言经与华言宗哲学研究的定位 12.我们对一部《华言经》的理解应该是有多方面的角度 12.中国佛学史上的其他宗派也重视 12.华言经研究 12.华言经发表 12.华言经研究观点 12.因此 12.华言经并不专属于华言宗 12.同时 12.华言宗也不仅有 12.华言经 12.华言经 12.也不仅只是自己一经而不需观设他经他论 12.就佛教哲学理论发展而言 12.论事论师的建构 12.固然即是理论创作发展之作 12.但是佛经也是理论创作发展之作 12.只是以佛说法形式发言 13.华言经的集结 13.既有神话传说的部分 13.也有历史轨迹中的编转历程 13.当作佛教内部宗派发展的结果是一个认识进路 13.但是其中的教义跟叠才更是核心意义与根本价值 13.如果没有教义发展 13.就没有新的经典的集结构作 13.更无法建立宗派 13.因此 13.华言经是维经也好 13.是论著也好 13.华言经都是 13.都是华言经 14.佛教教义哲学著作 14.而华言宗则是诸多发展 14.华言经 14.佛教教义哲学的一个系统 14.是一个极高明广大的哲学理论系统 14.华言宗的哲学建构固然是一宗派的现实 14.但是华言宗始终是佛教哲学系统 14.因此与其说华言宗是一佛教宗派 14.无宁说华言宗是佛教教义创作发展历程上的一个环节 14.佛教哲学不发展则已 14.要发展就是一个绵延的历史进程与不断创发的理论建构 14.佛教哲学是时尚不断创发 14.除非是宗派意识才有必要去坚持原始 14.传统教义才是唯一佛说之真理系统 14.宗派意识是人类文明中的现实 14.创作理论者无法不使其产生 14.但是理论创作意识人类文明的现实 14.谨守宗派的宗教运动团体也不可能阻挡理论的创作 14.既然佛教使的现实是宗派迭力 14.理论迭创 14.我们即可将宗派运动当成是理论进程中的一个历史实践团队的活动 14.而将理论创作当成是一个学派哲学思辨的不断创进的历程 14.发生在印度佛教的阶段性宗派及学派是一个既是理论创作的进程 14.也是一个宗教实践运动的历程 14.同样的,发生在西域地区及中国土地上的佛教各宗各派 14.依然是一个同时是理论创作的进程及宗教实践运动的历程 14.以此来看待华言宗医、华言经而建立的哲学理论创作意义 15.我们可以更聚焦于佛教教义哲学理论创作发展脉络上的意义 15.而放下宗派竞争的社会历史意义 15.并非华言宗的出现与活动没有中国佛教宗派竞争的意义 15.而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华言宗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15.不在华言宗派与他宗教近的社会政治历史意义 15.而且,华言宗哲学理论的成立是依理论标准而决定 15.并非依社会现实而成立 15.理论建构本身若无足够的理论性 15.而光依靠社会意见或社会需求 15.那也是不可能被建构出来的 15.依此来看华言宗哲学在中国佛教宗派中的意义 15.华言宗哲学是中国佛教教义哲学创作发展上 15.面对新进程、新问题所提出的新理解的哲学创作 15.并非为宗教对社会的控制而设 15.因此我们应该从华言宗所面对留待解决的理论需求 15.问题以为认识理解的进路来研究华言宗哲学 15.而不是将知识为宗派竞争的需求 15.才来建立不同理论 15.使用不同名项 15.依据不同经典 15.发展不同教义的意义 15.就此而言 15.华言宗所面对的佛教哲学理论问题自然是众多的 15.但就华言宗哲学所创作的理论重点来看 15.华言宗哲学有其特殊关切的理论问题 15.也有其全面全解的整体佛教哲学问题 15.华言宗哲学体系及其他各宗哲学体系 15.皆是就自宗所核心关切的理论问题建构系统 15.然后旁击整体佛教哲学问题提出相关全解意见 15.就自宗核心关切问题而言 15.它通常只是整体佛教教义哲学中的某种问题 15.依此建立理论之后 15.才旁击整体佛教哲学问题而对之皆有发言而重新定位 15.因此 15.找出这个华言宗哲学首出的核心关切问题 15.就是切入华言宗哲学的关键角度 15.华言经 15.说譬如这那佛境界 15.从佛境界说整体世界 15.在说世界中说对世界的关门 15.在说关门中说修正功夫 15.在说修正功夫中说五教叛教 15.这是华言宗哲学的主轴核心问题的思路 15.在这个主轴中 15.华言宗哲学系统当然应该同时全解整体佛教哲学中的相关理论问题 15.那就包括元启法的解说 15.佛经叛教的定位 15.三教辩证的定位 15.宗派教义差别的澄清等等 15.因此研究华言宗哲学 15.首先需就华言宗祖师对 15.华言经的定位说起 15.并且重点不只是作为宗教史意义上的 15.华言经定位 15.而是作为佛教教义哲学创作发展历程上的理论定位 15.方东美教授言 15.中国华言宗的哲学是为什么适而产生的呢? 15.其实华言宗的哲学就是从杜顺大师开始提出法界观 15.然后致演大师承继而转述时悬门 15.再产生一个大宗师法藏的无穷缘起 15.然后承观大师再把这些观念综合起来 15.并且还受到禅宗的影响 15.不仅仅笼罩一切理性的世界 15.而且可以说明这个理法界才是真正能够说明一切世俗界的事实构成 15.然后才能形成世事无碍法界 15.成立一个广大无边的和谐的哲学体系 15.希望能透过这一个观点 15.把从前佛学上面所讲的十二支缘起论的小乘佛学 15.原始佛教的缺点给修正过来 15.如此也将能对所谓赖耶缘起 15.如来藏、藏石缘起 15.那一派理论的对立矛盾性 15.都一一给铲除掉 15.然后大乘起性论里面体用对立的状态 15.所迫切需要那种桥梁 15.也把它建设起来 15.最后可以建立一个 15.二而不二、不二而二的 15.集体集用、集用归体 15.摩索不该的行而上学的体系 15.方东美先生可以说 15.完全是站在佛教教义发展的哲学建构角度 15.来定位华言宗哲学的意义 15.这就包括说明了 15.华言宗建立了一个新的 15.行上学世界观的理论系统 15.在此系统中清净化了整个修正 15.甚至者的社会事业意义 15.并将前此之种种元启发理论意义 15.超越解消其间的对立冲突 15.而成就一行上学及修正理论的新系统 15.但是吕邓先生却从社会意识角度来定位 15.华言宗和华言经的关系 15.他说 15.我们还可以略为推论华言 15.无尽缘起的社会根源 15.来做华言宗思想方面的批评 15.在印度 15.华言一类经典是当公元第二世纪中请先流行于南方的 15.那时候正是崛起于南方的按达罗王朝的盛旗 15.在社会制度上由四种性结合着南印土著间原有的 15.蛇蹄 15.区别 15.使阶级制度变得极其复杂 15.逐渐分化阶层到千种以上 15.佛学家的立场一向是主张消灭阶级的 15.他们对于四种性以及七阶级 15.曾经从人们生死的本质相同的理论基础上反对这样人为的歧视 15.到了这一时期 15.阶级制度变化了 15.他们主张人类平等的内容自然也有些不同 15.华言经的无尽缘起思想从一方面看 15.不妨认为反映了通过阶级所见到的缘起 15.理论不单是解释自然的 15.而着重在分析社会的 15.当然 15.在指导行动上 15.凭借这一点理论基础还嫌不够 15.所以后世佛学家更近而从人们对于社会共同认识的根源上 15.推动性质的转变来贯彻消灭阶级坚不平等的主张 15.这便是转移学说的一种来源 15.从龙树时代到武者 15.是清时代 15.印度的社会制度大体维持着上述的情况 15.有关华言的思想理论 15.也就依照上述的进程而发展 15.但是华言经一再传来中国 15.经过华言宗的解释产阳以后 15.所表现的思想就大大的不同 15.吴静元启说既然胶着在自然现象的看法上 15.丧失了社会的意义 15.而转移离构的践行也变成根据于一切现成的反本海源 15.这样变化的原因 15.一方面是由于华言思想原有的社会根源不存在于我国 15.就难以所解那些思想的实质 15.另方面又由于受了当时盛行的起性论思想的影响 15.不其然的会和他生气相通 15.起性论思想发生于周末随初 15.正当佛教一再受到破坏而重行抬头的时候 15.佛徒和官方相结合着要求巩固经济方面共同的利益 15.他恰恰给以有力的帮助 15.所以他的思想实质会那样肯定现实基础的价值 15.又那样采取保守的途径 15.华言宗在这一思想的笼罩下 15.自然对于华言经原来一些进步意义会完全忽略不管了 15.由此从思想方面说 15.华言宗和华言经各有分纪 15.是不应混同的 17.呂邓先生这样的评价是很负面的指控 17.一方面说明华言经的理论意义并非华言宗的发展方向而区隔 18.华言经与华言宗 18.二方面说华言宗立教的社会目的而竟影响了哲学思想 18.首先就华言经的经文内容的社会理想意义而言 18.这其实只能是吕邓先生个人的推想 18.华言经有其言说佛化世界的宇宙论知识 18.从思想史研究角度固然可以推说佛经观念源自人类社会的推想 18.但这就把佛经作为真理观本身的知识传达当成全是社会议论的意见构图 18.本身只是一种社会宣传目的的小说是蓝图而非正佛境界的世界观展示 18.于是佛教世界观并非指导现实人生的理想去的 18.而是改善社会现象的小说杜撰 18.如果佛经所说之时不是佛境界确然的体证真相 18.那么整个佛教经典的教义哲学建构极无需多此一举 18.此时中国儒家学说旧家国天下利言之大中至正之教极已充分足够 18.则无需更为此一重重无尽的佛化世界图像之建构已 18.至于佛经精神中有改善社会现象 18.这种种种问题的目的却是本当如是 18.正佛境界的达至之时又起仅是改善时间历史中的印度阶级问题而已 18.因当是所有人类史的问题皆已解决了 18.所以仅仅以印度某时社会问题之解决而定位 18.华严经的宇宙论知识的建构目的来定位 18.华严经实是过于窄化于一丝想史研究进入的观点 18.这种以佛经世界观构图为人类社会的仿本之说 18.将不仅使 18.华严经系统丧失知识意义 18.就连即使是原始佛教的阿罗汉境界 18.一须拉下来致人间 18.如此则佛教的宗教义将一尽全失以 18.说 18.华严经 18.不应仅从社会历史目的而说 18.说华严宗亦然 18.吕邓先生以华严宗策重说 18.世界观 18.又全为唯心论的一切现成 18.一切圆满 18.一切无需再为努力之意象 18.就是为服务官方利益之说 18.实事严重扭曲理论意义与宗派目的 18.华严宗的理论意义就是 18.佛教教义哲学发展中的创作意义 18.华严宗的立教派目的就是 18.为唱说此意依据于 18.华严经的以佛境界看现象 18.说世界 18.提观法 18.做功夫的目的 18.至于说与社会历 18.结合的现象 18.这是在所有佛教宗派皆有之现象 18.天台智者的与随皇朝的合作 18.北宗神秀 18.华严法藏 18.法乡玄藏与唐王朝的合作 18.都是事实 18.但是这些只能指明历史轨迹 18.而不能决定教义宗旨 18.更不能解释魏力教目的 18.这是混乱宗教哲学与政治操作的研究态度 18.并不是宗教运动中没有政治 18.而是不能以政治现象决定宗教意义与目的 18.否则中国大乘佛教之各宗各派 18.其实没有谁能免于政治互动 18.那么是否所有宗派都是政治工具了呢 18.华严经 18.在华严宗哲学系统内的理论定位 18.华严经 18.以辟卢浙那佛说法为经文内容主体 18.说佛境界的开展 18.设受与意境 18.说以佛境界观世界的现象 18.意义之一切清净 18.华严宗祖师及以佛境界观世界的眼光说世界的观法意义 18.而成就行上学命题 18.行上学命题为整体存在界终极意义的总说法 18.这个问题在佛教教义哲学史的发展上 18.始终在不断创新发展中 18.关键在于教义发展的重点问题走到那里 18.以及佛教论师的意解深度走到那里 18.佛教教义哲学的建构 18.当然是以依据问题意识的发展及理论建构的深化而创建的历程 18.原始佛教说明现象世界的感受意义是苦 18.大乘有宗说明现象的存在衣食而有 18.因而生灭无常 18.大乘空宗说明现象的意义是空 18.因此修正的途径是体空正空的空性智慧 18.从说现象到说主体 18.从说主体到说整体 18.理论的设施既需照顾主体存在的现象意义 18.以及生命终极的理想性何在 18.也需照顾现象存在的生灭意义 18.以及整体存在的根本意义 18.无论问题设定在哪里 18.以及理论进展至哪里 18.从原始佛教到不派佛教到大乘佛教 18.几个基本佛教教义哲学的立场始终不变 18.那就是主体存在在现象世界中的感受是苦 18.因此应追求依舍离此苦的途径 18.现象存在的根本来自于意识的自我构作 18.因此现象的生灭是无常 18.现象的生灭即是无常 18.因此现象的根本意义是空 18.因此值着现象正是重苦之来源 18.智慧之道及应是一体空正空的追求智慧的行为 18.印度佛教教义哲学发展至此 18.佛经的编辑及教义的思考却尚未停止 18.南传、北传、东传各路进发 18.既有佛经的新集结新编辑 18.又有论著的新问题新创作 18.在中国佛教运动中的教义创作是表现在佛经主体权益之后的哲理创作阶段 18.格益、益经、权解、重述是一个阶段 18.全新创作是另一个阶段 18.大臣起性论、天台、华言、禅宗则是这个创作的阶段 18.创作阶段的作品都有核心面对的哲学问题 18.没有问题就没有创作 18.其中、起性论、所面对的问题是现象的产生的根本染尽问题 18.为时众说现象依实而有 18.因而虚伪现象中的种种杂染给予说明 18.杂染说清楚了 18.清静的根源及成佛的必然性问题却未能解决 18.般若众说现象的意义是空 18.因此功夫施作的途径及是空性智慧的一路彻底开进 18.但是开进之后的主体境界以及现象意义 18.一须同时整体结构的说明 18.至此 18.一般被认为在中国创作的大臣起性论 18.回应了这样的理论需求问题 18.代表了将现象整体说位同时聚静染二 18.但已尽畏根本的立场 18.并保证了主体之绝对可以完全清静的修正 18.天台宗面对的教义哲学问题 18.主要是佛陀本怀及佛教经论的知识性格定位的问题 18.前者以法华经 18.精神为天台宗立论的宗旨 18.后者以58教说全面的定位 18.一切经论的知识性格及理论交涉关系 18.至此 18.中国佛教哲学在主要代经皆已溢出 18.在佛教教义哲学主张缘起性空 18.万法为时 18.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几大理论前提下 18.是走到了必须安排成佛境界的世界观认识的问题的时候了 18.而《华言经》中宣佛境界的经文一指 18.正好为了这样理论目标提供佛经依据 18.未能体词者以为 18.华言经即是为时学说的系列 18.以为 18.华言经即是般若思想的又一经 18.以为 18.华言经是为寒舍禅宗说功夫的宗趣 18.事实上 18.华言经确实是包设为时 18.般若及顿悟之交的种种教义 18.然而华言宗师之所见却又更近一层 18.如果说为时学是说现象的佛教宇宙论进入的哲学形态 18.般若学是说中及时相的佛教本体论进入的哲学形态 18.顿悟禅学是说直接修行的佛教功夫论形态 18.纳摩华言宗祖师即是 18.华言经 18.而说已成佛中进的佛教境界哲学形态 19.华言经内的辟鲁哲那佛所宣说的种种讲经世纪 18.以及世界海结构就是由成佛境所流出的说整体存在界的世界观理论 18.它首先是成佛者境界 18.但依佛教为时教义而言 18.佛境界及佛思维所及之一切对象 18.一切对象而成为整个现象世界的整体存在界 18.因此即是佛教世界观的宇宙论哲学 18.而佛性根本清静 18.因此整个佛境界所展现流布的世界的实相 18.以及是般若清静的本体 18.因此意以以佛性之清静自信而说为佛教的本体论 18.而就在以佛境界说世界的佛制观法中 18.华言祖师说出了佛制观法的行上学命题 18.并即以法界概念以显示此一整体存在界之为佛境界便在之世界 18.而说法界观法之六项说及时玄说 18.此及其世界观行上学的构作 18.因此 18.旧佛境界说世界以及旧佛境界说智慧 18.当然不同于以往未说生命之苦的世界观及智慧观 18.也不同以往未说现象世界的构成的唯实观法 18.以及未说缘起性空的般若观法 18.故而有华言祖师摆设过去种种观法的意义 18.为阶、次第、程度的五教观法 18.藉由叛教而令至一路 18.彰显华言佛境界行上学观念的终极圆满意义 18.五教观法一级同时是一修正次第的智慧境界 18.不仅作为叛教之说 18.更作为修行正良的阶次之说 18.这个华言宗哲学历叫宗旨的问题 18.方东美教授言之极为深入 18.本来在整个佛学的领域中 18.是讨论宇宙论或宇宙发生论诸问题 18.它可说是从小成佛学起就有12支因缘的缘起 18.这是拿12因缘来说明这一个世界的形成 18.不过在佛学里面却有许多对因缘论的不同说法 18.譬如在小成佛学或原始佛教的领域中 18.对于12因缘的说法 18.若根据日本人所用的名词可称为叶感缘起说 18.事实上应当称其为叶或缘起说才对 18.在大成佛学里面 18.譬如法相为时宗便有所谓的阿赖耶时缘起说 18.在如来藏系的佛教里面 18.却有如来藏缘起说 18.至于华严经在说明整个世界的形成时 18.认为是由一真法界的全体所构成 18.它还是根据缘起说而来 18.不过这个缘起说 18.既不说是业或缘起 18.也不说是阿赖耶缘起 18.它可以说是透过如来藏系里面 18.修正如来藏的这一概念 18.然后再根据静一华严经 18.如来性起品 18.的名词 18.而称为性起 18.什么叫做性起呢 18.那是称性而起 18.因为在一切因缘的总出发点 18.就是为达到美满的佛性 18.以及终一切价值在一起 18.而成就这一个精神主体的就称之为 18.法身 18.那是体 18.就佛的法性看起来 18.那是佛性 18.从佛性产生之佛性 18.可以变在一切处 18.如果根据华严家的专门名词 18.以此来说叫做 18.互摄性原理 18.即有所谓相及相入相摄 18.透过这许多姿态 18.便能把原来超越的佛性 18.依依及与渗透 18.贯注到宇宙里面的每一种存在体 18.从气世间里面的各种物质形态 18.到生命世间里面的各种生命形态 18.再到精神世间上 18.由此便产生了一套华严经的宇宙原起论 18.对于这一套原起论或发生论 18.正是要说明宇宙原起的产生过程 18.不可能像原始佛教上面所说的从烦恼 18.迷惑 18.无知的立场来说明原起 18.假使是这样的话 18.那么它的根本出发点就不纯洁 18.如此又将如何能产生一套纯洁的世界出来呢 18.因为大乘佛学不可能再回头 18.所以不可能采取原始佛教或小乘佛学里的 18.也或原起说 18.另外它也不可能像法相为时宗 18.只是根据阿赖耶识来说明一切法的原起 18.因为阿赖耶识在伦家经里面 18.是属于染进同位的说法 18.一方面是染位的阿赖耶 18.另方面又是进位的真如 18.照这一种说法来看 18.到底应该要如何才能把第八十里面的一切烦恼 18.一切迷惑 18.都排遣出去 18.而成为清净法身 18.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8.这样子才逼出了解生命经 18.在八十之外 18.八十之上再提出奥特曼 18.即所谓第九十 18.把第九十当作纯净十 18.如此才算是解决了善恶能所二元对立的问题 18.然而在《华严经》里面 18.它起码是要像佛学里面的如来葬系的那些经典 18.譬如像解身秘经 18.秘严经 18.大臣其信论等所说的 18.才可以超脱法相宗所说的价值学二元对立的这一种理论困难 18.也可以说 18.我们必须要能够把握住佛性本身 18.将它当作是清净的真如 18.或当作是一个如来葬 18.因为它本身的精神就是美满价值的典范 18.由此出发 18.才能解释宇宙的缘起作用 18.或宇宙的发生作用 18.因为这个作用本身 18.一定要从佛性的本体讲起 18.否则 18.我们便无法解说 18.宇宙里面怎么能够超脱罪恶的问题 18.解决罪恶问题 18.然后在这个上面找出更高的精神经验 18.体会最高的法身 18.然后从法身的根本质中 18.去认识这个本体的作用情形 18.甚至可以了解 18.其作用到底是如何展开而构成宇宙万象 18.十二 18.方东美先生以一代哲学大家的理解 18.能以宗教是佛学 18.又能以哲学是佛学 18.而更能绝播宗教中的哲学 18.确实是极为难得的 18.前文集是企图从哲学理论本身的演变的需求中 18.去说明华言宗哲学建构的理论意义 18.华言宗哲学建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 18.即在于终极的建立一根本清静的世界观理论 18.并非一切现成的以诸恶为善 18.而是一切肯定的以诸行皆是朝向终极成佛的历程 18.因此必须说出成佛境中的世界观意义 18.一切清静人是清静于佛境界位格 18.并非有限的暂时的现象中的迷值众生的意境 18.不仅众生必可成佛有其 18.其信论 18.言于心真如地内在保证 18.亦需终极成佛境下的整体存在 18.借的根本存在意义是根本清静的 18.才有其理想的圆满完成 18.这就是佛教哲学理论本身必然的发展 18.是一个理论发展需求的置物结果 18.不是任何非理论目的的社会需求的一件构作 18.华言宗法界观法的知识意义 18.法界概念是华言宗行上学命题中使用最为平凡及深刻的概念 18.主要是因为当华言宗祖师以 18.华言经的佛境界思索一切佛教哲学命题的时候 18.既不着重于个别众生生命的无名而起的生命历程 18.也不重视现象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结构的客观宇宙论问题 18.而是观星无论是多少个世界多少类众生都是同在意佛境界展现的世界海中的问题 18.此一佛境界之世界是存在于佛至关节内之一大缘起的整体世界 18.以其一大缘起为整体而整体观节为法界 18.所以法界观世就整体存在界而观之世界 18.也是以清净佛至而观之境界中的世界 18.既是整体的也是清净的 18.是最高智慧主体的整体观节领域 18.既是以整体而观 18.就是建立行上学的普遍命题 18.既是最高智慧主体之关节 18.用于众生心中时 18.则痛时是众生修行的功夫 18.众生修行的功夫决定于众生心中所认定的世界观 18.因此五教观法即是以世界眼界与修正皆次的理论 18.智眼法师于华言一成十玄门 18.终即说 18.明一成缘起自体法界一者 18.不同大成二圣缘起 18.但能离职常断诸过等 18.此宗不耳 18.亦及一切 18.无过不离 18.无法不同也 18.今且就此华言一步精宗 18.通明法界缘起 18.不过自体应之与果 18.所言因者 18.为方便缘修 18.体穷未满 18.及普贤事也 18.所言果者 18.为自体就尽尽灭缘果 18.实佛境界 18.一及一切 18.佛教世界观就是 18.原起论 18.原起论注重于说明 18.原起故无性 18.本体空故 18.但说法的起点 18.是未解说生命苦痛的根源 18.因此在无名缘起或 18.阿赖耶实染法缘起 18.诸说中强调现象的不真实 18.而应舍离之意 18.然而 18.华言经 18.的宗旨 18.却不然 18.众生对现象的 18.的职者固然是苦痛的根源 18.但是现象的存在 18.并非没有意义 18.现象存在的意义 18.就是众生生命的意义 18.众生生命的意义 18.就是追求一成成佛的意义 18.在众生追求一成成佛而有流转现象的一切历程中 18.以众生中即必然成佛而言 18.这一切现象中的历程即是一极有意义的历程 18.就成佛境而言 18.佛观一切现象即一切众生的生命历程即皆是 18.是清净无比的根本智慧的发露的历程 18.因此整体现象即是一切众生的成佛历程所成的世界 18.缘起的整体即是众生自己的成佛历程 18.因此整体共构一法界 18.即是众生成佛之便利之世界 18.因此以整体存在界说为众生生命意义的历程 18.以此说缘起 18.而以法界缘起说生命真相及现象世界 18.说应是说成佛历程之修正活动 18.由普贤精神代表 18.说果是说历程的终极意义一切圆满寂灭 18.以佛境界而言 18.从此以下即能展开华言 18.从此以神经上观解的六相缘容及十玄门及四法界诸说者 18.此皆直接就这成佛境界的体贴现象而未说者 18.是在佛境界中看待一切现象世界的诸理诸事之意义而未说者 18.既然众生已成佛为终极生命意义 18.成佛之后的主体境界事变在一切现象世界的存在实况 18.因此现象世界的意义在成佛境中就转变了它原来尚在迷染众生心中的意义 18.因此对于大小二圣未接的认识境界 18.当然需要有一根心的改变 18.法藏法师在《华言经》指规中就十个项目介绍此经 18.一说经处 18.二说经时 18.三说经佛 18.四说经重 18.五说经仪 18.六辩经教 18.七显经义 18.八世经义 18.九明经义 18.十世经元 18.在小于世经元第十大于中说道 0.18.沐以法界元通 18.原无不弃 18.为上九门所献之法 19.总和谓以大元起法 19.随有一处 19.即有一切无碍 19.若随意分开 20.亦有七门 20.准私之 23.以同一无碍大元起顾 х perfecttrack KRMSE 自在难量 19.不思义故 是为华盐无尽法海,穷尽法界,越虚空界,为普贤制,方穷其底。 十三 这也是名指华盐宗思路是就者整体存在界统观辩思而建立认识命题,这就能说明华盐宗哲学是佛教哲学中最具形上学问题意识的一个宗派, 论究整体存在界的形上学问题意识其实是一些宗教哲学教义必须终极面对的理论问题, 在各宗教教义发展过程中总是要最终处理的,华盐宗应取境于成佛境而说世界而称法界, 故而亦说佛境界即是说整体存在界,即是说形上学原理, 而法界概念即是华盐宗人所说种种现象世界之概念, 现象因意识所对而成世界, 以意识所对之现象世界即一法界, 当以佛境界观世界时, 则整体世界共畏一大缘起之同一法界, 而佛制无限变在, 故而一切现象意义交融, 一切法界同入一大缘起法界, 因佛制而交融互设而认识无碍。 法藏于华盐宗应亦海摆门, 中说, 夫缘起南思, 量便便通于一切, 法界叵测, 成显现于十方。 在其中小于原生会计门第一之二入法界大于中说, 入法界者, 即一小成缘起, 是法, 法随至显, 用有差别, 是界。 此法已无性故, 则无分歧, 容无二相, 同于真迹, 与虚空界等, 便通一切, 随处显现, 无不明了。 若性相不存, 则为理法界, 不爱是相婉然, 是是法界。 和理是无碍, 二而无二, 无二即二, 是为法界也。 十四, 法界就是现象世界的整体, 一小成为一众身心时, 由智慧故, 以作用即便世界, 应用故, 有种种差别, 而显现为整体存在界的繁星演化, 世界既是由始所变, 却在智慧中不止性相而掌握真如根本之理, 从而随顺应对现实而逝世无碍, 此一现是世界一切行径意义清净的结构, 即是法界之意。 方力天教授说, 法界缘起论是对获得解脱的佛的境界的描绘, 是对物的世界, 境的世界的描述, 而不是这眼于对客观世界现象的分析。 但是佛的境界与客观世界又不是绝对对立的, 佛的境界既是客观世界的升华, 超越, 又是对客观世界的涵盖, 容设, 对佛的境界的描述中包含了对客观世界的分析。 在法藏看来, 宇宙的真实相包括了佛的境界和现实世界, 法界缘起论集中反映了华言宗人对宇宙现象的整体看法。 十五 华言宗人说法界的概念名相系统是很多的, 四祖成观的著作中有传说未出祖度顺禅师的, 法界观, 其中有真空观, 理事无碍观, 周辨寒荣观, 此说已见于法藏之作中, 学界一般认为这其实是后人委托之说, 即说未法藏之意见即可。 十六 所以实际上对法界缘起提出观门的思想者, 应以置眼的, 十玄门, 的说法未先, 其为 同时聚足相应门, 因陀罗网境界门, 秘密隐显聚城门, 维系相容安利门, 时事格法义城门, 诸葬纯杂聚德门, 亦多相容不同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维心悔转善城门, 脱世显法深解门, 十七, 法藏延用之后又有改动, 十八, 一般认为, 法藏的改动是为更一致的顾及时玄门仅从事事无碍关门进路而说此时玄门, 十九, 成官纪而确定四法界说, 理法界, 是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 事事无碍法界, 的四法界官法, 华言宗四法界官是官法界总体的智慧官法, 它是基于体系灿然庞大的华言经的权势而建立的, 表面上是一套官法界的形上学命题, 但是官法的背后是般若智慧的运作, 以及是立基于主体功夫的境界展现, 因此从主体修正的进路诠释四法界官的意志将更能准确掌握其理论意义, 由此, 法界官法即成为境界哲学,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建立是成立于主体修正的境界而有, 这又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特色, 吕邓先生对于华言宗以法界缘起说以说世界的做法, 有三路的批评, 其一是认为此说过于倾向唯心论色彩, 他提出批评道, 这样彻头彻尾的唯心思想, 虽然在华言中没有明文, 但是贤首受到慈恩宗以及起性论等的影响, 就走向了这样的玄境。 总之, 贤首宗的无尽缘起说把佛家所讲的缘起归结于佛境, 这一切都是出自深度的思辨。 尽管其中多少也接触到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但就整个说来, 它们并不是从实际引申出规律来的, 只能看作是在生命判断中的某些事物现象的反应。 二十, 吕先生承认华言宗是讲佛境界的, 但认为由佛境界而说的世界观变成了唯心论的, 而唯心论并非, 华言经, 明文的立场, 这只是华言宗人自己的思辨所生的观点。 又说, 华言经里所有无尽缘起的毅力, 很明显的乃从般若思想展开而来。 它根据般若的法性本境传统看法, 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由于性境而形成平等, 乃至等同一体, 这样得到了一多相及相入的无境无碍等概念。 先手应用时玄门对这方面的解释, 却侧重唯心而发生了偏向。 它虽然最后也避免用唯心的明目, 可是实质上以心色来分主办还是显然有差别的。 因此它这华言经纸规就强调着无尽缘起始种因人以为心无性为本。 这和华言原意是不尽相符的。 华言时的品的第六的说道观察员起有三界维心, 一句话后世瑜伽一系的论著也时常用它做论据, 好像维心思想本来就发生于华言式的, 不过依照世青、实的经论的解释, 经文用意在对智凡于不明白向何处去求解脱, 所以特别指出解脱的关键所在, 应当就心及人们意识的统一状态所谓阿赖耶的部分去着眼。 这并不是说由心显现一切或随心变现那样的维心, 当然不能据此曲解、华言、思想为维心一类的。 21. 吕邓先生的意见是反对过度维心论倾向的华言宗法界缘起说, 并认为华言经未有此一倾向。 而江、华言经、义里拉向班若即为时学处, 好像班若即为时就不是维心论的了。 吕邓先生已说班若再说平等, 并非说维心, 说维时再说解脱, 亦非说维心。 然究其实, 佛教哲学不可能不是维心论的, 整个维时学说就是维心论的系统, 不可能存在着一套哲学理论以说明主体修正制用功于心上转时成至极可清净而却不必要同时预设着整体存在借意识意识变现的非维心论的佛教维时学。 吕邓先生说维时学的重点在强调功夫作用于心上其实正好不是维时学的重点, 当然维时学亦须说功夫论, 一旦研及功夫论就必定是由主体的心来主宰作用的, 事实上, 维时学也好班若学也好, 所有佛教哲学系统在言说功夫时都必须必然就是作用在心上的, 问题不在心不心, 而在说宇宙论还是在说功夫论。 而维时学说的言说重点是在旧现象世界的维时变现而说其为妄法因缘, 而去使之所舍离, 其实正好是在说宇宙论的问题的。 维时学说既然说出了主体为中心的世界现象的妄法因缘示意为新世界, 便不能始终不同时面对整体世界, 以及主体为至亲近畏时的现象世界, 以及主体静至亲近畏后的佛化世界意是为意为新世界, 吕邓先生反对佛教说整体现象世界是违心论的立场是甚为奇怪的。 吕邓先生对华言宗法界缘起说法的另一反对思路是针对此说来自于主体自作抽象思辨的形上关节, 有关无教, 缺乏行政的理论。 其言 在华言宗的宗义里, 吴敬元起说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和普贤行愿结合起来发挥这一宗的特色, 华言宗图虽然竭力产阳法界官乃至六项时玄等等官法, 但不自觉地停止在静官的阶段, 实际的意味很未淡薄, 说得厉害一些, 仅仅构成一精致的图示而已。 后世天台家很不满意地给予有较无关或者有关无形的批评, 在我们看来, 这并不算是苛刻的。 二十二 其实, 说得简单一些, 官解即是行政的一个环节, 说得深刻一些, 华言宗旧成佛境说主体心形, 即必当只是官解才是真正的行政, 不能官解具体的一一事项的理事无碍, 就不能实际在操作中入世事无碍法界, 而所谓在操作中入世事无碍法界, 即是行政, 而入世事无碍法界又当然即是抽象官解的功夫, 是就思辨上做官解行政功夫, 但也就是真实的在现象中做实际的操作, 在最高智慧的运作中, 行政, 操作与官解已是无需在意义上人做区分的, 一即有官即有教。 吕邓先生的批评之路的又一项是以华言为不假修行, 一切现成, 单靠官解就是学佛, 其言。 华言宗用实弦解释缘起, 意在发挥兴起的理论, 以为此心本来具足一切功德, 不假修成而随缘显现, 佛和众生只有迷雾的不同, 主办的各异而已。 华言宗就从这种论点和天台宗所谓兴趣利益, 而中国佛学里, 一切现成的思想发展, 到此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二十三, 吕邓先生这一项批评就显得净乎是谩骂了, 说一切现成就是指控不需修行了。 其实这是吕邓先生没有把握到华言宗就佛境界说世界真相的思路, 佛境界一性而起一切繁星皆是清净, 这就是《华言经》由毕卢哲那佛说终极佛化世界的一指, 世界终极是清净的, 不止众生由清净佛性变现, 虽今染污历成而最终必仁正入清净, 而是此亦染污历成一全在佛心境中粒粒分明是是无碍根本清净, 此说尚不妨碍在众生凡夫畏时的尚在迷染之境之意味在佛至观解中仍为清净, 故而即如吕邓先生所说, 佛和众生只有迷雾的不同, 主办的各异而已, 华言思想并非说众生在迷失即是清净境界, 而是说众生在迷失意必是意中就成佛的去向清净的历程, 此意即已显现于佛境界的观照之中, 故说未根本性起而清净。 华言宗之说法绝不是不负责任的说众生状态是一切现成, 无需修行, 就众生说当然仍需修行, 此意修行以佛境界观之则必然可成, 亦当下清净, 此意众生心静若当下以法界缘起之智慧观解时即亦已是当下清净已。 以上由对吕邓先生对华言宗的批评的在位书解, 反而更易于说清楚华言宗行上观点的知识意义。 五、华言五教官的知识意义 五教官在中国佛学史上一般被认为是华言宗的叛教理论, 叛教理论一方面必须照顾到对所有佛教经论的教义功能一指的分类及分叛高下, 另方面即需凸显己宗所宗之佛教经论的终极圆满意, 然依建立叛教观念者自身的理论事业, 种种叛教系统自然互亦各别。 其中天台五十八教说就佛教经论一指分类的功能来说, 却忽视自来最为清晰完备的系统, 除五十说未必符合史实以外, 八教说仅就教义分类而言, 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 然每一叛教系统都有根本关怀, 画法画一支说就教义内容与修正形态说其分类, 意志清晰,甚有价值。 然并非即不能再有其他说诸教义经论的系统, 只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清楚的经论之事, 自可再立系统以为误解之需。 华言五教说谍经诸次发展诸种脉络而成说, 二十四, 显见为一教化目的为中心的叛教系统, 在照顾到佛教教义一指深境的客观知识面前提上, 其实是提出修正次第的关节功夫, 在法藏的《一成教义分其章》中的华言五教说如下。 第四, 分教开宗者, 于中有二, 出就法分教, 教类有五, 后以理开宗, 宗乃有十。 出门者, 圣教万差, 要为有五, 一小成教, 而大成使教, 三中教, 四顿教, 五元教。 二十五, 我们如果从传说未度顺索着的, 华言五教指观, 的内容来看, 则华言五教观是更多显现为从修正进路所做的叛教观点。 一法有我无门, 小成教, 二生即无生门, 大成使教, 三世里原荣门, 大成宗教, 四语观双诀门, 大成顿教, 五华言三妹门, 一成原教。 第一法有我无门, 夫对病而裁方, 病静而方席, 至职而施要, 直浅而要以 未病济多, 与要非一, 随机进修, 亦所以方便不同。 Underscore 众生从无始以来, 直升为一, 即我我所, Underscore 如来慈悲未破此病故, 都开似要以致似病。 Underscore Underscore 二 升级无生门 升级无生门者, 就此门中, 先简明相, 后入无生门。 Underscore 又诸法皆空, 相无不敬, 于中复为二观, 一者无生观, 二者无相观。 言无生观者, 法无自信, 相由故生, 身非时有, 是则为空, 空无毫莫, 故曰无生。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二 无相观者, 相及无相也, 何以故, 法离相故。 Underscore 第三 三是理圆融观。 夫是理两门圆融一记者, 富有二门, 一者新真如门, 二者新生灭门。 新真如门者是理, 新生灭者是事, 即位空有无二, 自在圆融, 影显不同, 尽无障碍。 言无二者, 缘起之法, 四有即空, 空即不空, 富还尘有。 有空无二, 一记圆融, 二见死亡, 空有无碍。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四 自与观双绝门, 夫与观双绝者, 经云,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者是也。 急于上来空有两门, 离诸言论心形之境, 唯有真如即真如智。 何以故, 缘融相夺, 离诸相故, 随所动念, 即皆如故。 竟无能所为彼此, 故独夺显示染不悟。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五华言三妹们。 但法界缘起, 或者难皆, 若先不着构心, 无以登其正觉。 故大智论云, 如人鼻下有愤臭, 审舍等相亦未臭也。 故为魔晶云, 无以生灭心形, 说时相法固, 须先打忌直, 然后方入圆明。 若有直见色等诸法从圆, 即是法界缘起也, 不必更须前方便也。 如其不得直入此者, 以可从始至终, 依依真问, 智令断或禁迷, 除法绝言, 见性深解, 方卫得一耳。 问曰, 云和剑色等诸法, 即得入大缘起法界也。 答曰, 以色等诸事, 本真实王权, 即忘心不及也。 故经云, 言说别诗行, 真实离文字。 是故见眼耳等事, 即入法界缘起中也。 何者, 皆是无实体性也, 即有无体, 幻相方尘。 以从原生, 非自性有, 故即有无性的成幻有, 是故性相相混融, 全收一计。 所以见法即入大缘起法界中也。 问, 既言空有无二, 即入荣通者, 如何赋云见眼耳等, 即入法界中也。 答, 若能见空有如是者, 即忘见心境, 方得顺理入法界也。 何以故, 以缘起法界离见王情, 凡心万象故。 二十六, 由前文可见, 五教只观一开头就是对治众生病症的教法分类之学, 后来称谓小成教的法有我无门, 则已破除种种我执之见未修正目标, 生即无生门即大臣使教, 则已息相入空未修正的尘图, 是李渊荣官则未进入实际生活世界, 即是即理, 故而是李渊荣, 是李渊荣即空有无二, 以此入圆起现象真实世界中有行政之智慧。 与观双诀门即大臣顿教, 圆荣亦相夺, 双夺而即入与观双诀, 即无言, 骁然物外, 超情离念, 窘出拟意, 顿塞百飞, 与观双诀, 故使望兴兵士, 诸剑云丕, 为阵相应, 起观言说。 二十七, 故而大臣顿教是于去我执, 去名相, 容是礼, 而静至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之顿悟静之教法。 至于所说原教即说华言三魅静, 华言三魅静则是重入整体一大元起世界海的全体清静境界状态, 此在一切构心皆以灼洗清静之后的植入法界之境界, 虽主体已权至于离间王情, 但也即因此以一绝对证物者身份而交融于繁星万象中。 也就在这个华言三魅中, 华言宗哲学的法界缘起观之以整体世界海味一再绝对植物主体的清静心智中流眼不达而法界缘容, 无碍缘起, 如其言。 问法纪如是, 智妇如何? 答, 智顺于法, 一记原成, 名气无减, 顿线不无先后。 故经云, 普言尽戒清静深, 我经眼说人地听。 解云, 普言者, 即是法治相应, 顿线多法也, 即明法为普言治所之减, 非于致敬戒也。 敬戒者, 即法明多法互入, 犹如帝网天诸, 重重无敬之敬戒也。 清静深者, 即明前诸法痛时即入忠时, 难远远起即成, 见心无忌也。 然帝是天诸网者, 即毫因陀罗网也。 此帝网, 皆以宝尘, 以宝明彻, 地相隐线, 射入重重, 于一珠中同时遁线, 随意及尔, 竟无去来也。 二十八, 此处所说之原教已是正入佛位的最高级教法境界, 在此之后之所论者即是华言宗之行上学命题所展示之诸仲法界官法之命题者。 由此可见, 所以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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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言宝尔中文教官的其他几套更精简的对比说法, 则这个异象自视更为明白。 参见方立天教授的整理。 经诗子章 以因缘为小教 无字信空是使教 患有婉然是宗教 二相 甲友 真空 双王是顿教 情境体漏是原教 由心法界记 以法是我非为小教 原生无信是使教 是理混融是宗教 严禁理显是顿教 法界无碍是原教 这种种表述上的差异 表现了法藏在叛教上的重要变化 即不在采取天台中的叛教标准 而是变幻参照系 或从原奇说展开 或结合只观学展开 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自原奇说的解释 教父有哲学理论意义 三十 华言宗武教叛教官自有其简明分书 佛教经论宗派的架构 亦有其彰显华言佛境界的法界观法的理论宗去在 然而当代学者 吕邓教授却对此婆有批评 吕邓先生批评道 法藏由智颜的武教说改成自己的说法 在天台的藏通别源的基础上又加了盾 这一来就和天台的叛教标准不同 而这分法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了 天台的顿教归于佛说法的形式 即所谓话仪 而藏通别源则属于佛说法的内容 即所谓话法 这说法是合理的 以顿教随顺了禅宗 未免有感潮流之嫌 三十一 天台这样将五十八教分成形式和内容 两种不同的范畴来说 是合理的 显首应把它们混为一谈 使得一种分类 利用上了两个标准 在逻辑上显然是犯着根本错误的 三十二 吕邓先生完全认同天台法一之分的 合理性 法一之分确实有其合理性 但化法四教起步也和化一四教交涉互入 还另需并同五十之教在做沟通 这是一个三套系统的叛教论 解析的多有其贡献 但因无论如何仍需再收和融会 则此时极显凡所不已 华言叛教为教化而设 天台化法 话已也可以说 亦为官亦为教而设 说官也即是为说教 说教也即是依据官 何教官而说与不何教官而说 也只是教官概念的何说分说 因此华言自可和教官于一系而说 五教中之每一教既是说世界观的行上学系统 也是说功夫论的行政系统 说顿教功夫当然也有此功夫所具之知识系统 可以说小始中三教从基本教义到终极教义 再转入顿教说根本功夫 再上至原教说终极境界 也可以说小始中是说教的建教 而既知以顿教 华言五教旨观 即以说此事 或分为二 所谓建顿 以始中二教所有解形 并在言说 皆为次第 因果相成 从为智者 通明为简 故伦家云 建者 如眼摩勒果 建守非顿 此之为也 顿者 言说顿觉 理性顿现 解形顿成 一念不深 即是佛等 故伦家云 顿者 如镜中相 顿现非简 此之为也 以一切法本来自正 不带言说 不带观智 underscore underscore 或开为三 位于简中 开出中十二教 即如上说 深密等经 三法轮中 后二是也 一是一故 法古经中 以空门为始 以不空门为终 underscore underscore 此则曰空里有余 名为始教 曰如来藏常住庙典 名为宗教 旧一言中 曰中十二教 说空不空 二真如也 三十三 所以可以说 华言叛教系统在佛制境界的最高观照下 从观的思维的逐渐深入 到教的浅身的逐渐高提 到经顿物正入而彻底圆满的中境 本就是和教观而说 成佛境本就是佛教止观之终极目标 当然可以和教观而说为一层层上进的叛教系统 其实 说观之时即必已蕴含着教 在知识系统的理论建构中之官门者 当然蕴含着如何实践的教法 指观不二 即教观不二 画法画一意实质的进行着种种的交融互设的流通 至于吕邓教授所言的江顿教入教位收禅宗入教之感潮流之意 时事说偏了禅宗也说小了华言 既不尊重禅宗也不尊重华言宗 唐君毅先生对华言武教观有意深入详识的解说 唐先生当然同意华言之说有由天台学及异而来之事实 但是却更为肯定华言武教之意运 其言 经观法藏之武教之说 其以小始终顿原标武教之名 概于佛所说之教义 乃由小而大 大之由始而终 与教之由剑而顿 由偏而原之意 实罪能豁显 此与藏通别原之名之意上暧昧 呆解说而明者 故有其优胜之处也 三十四 唐先生之意也即是华言论著中以有名言 由小至大 由剑至顿 由偏至圆 而成一宗设上达之系统 问题不在分类项目的是否有意志性 而是各项意志特点 本就是在具体的宗派经论中 以其同时呈现的任意不经论本身本就既显观意义显教法 理论系统的建构本身皆是同时包含世界观及功夫论的既有理论系统的创新就有新创者之功夫及境界的在位上扬的说法于是就需更为重新梳理其分叛标准 唐君毅先生就名指华言于诸佛教经论宗派教义的推进分叛之观点 要言之 皆以印度之大臣般若为实法相及大臣起信论之上 上须立一顿教 方抵于一最高之原教 underscoreunderscore华言宗人以大臣起信论为宗教乃由是起信论之言心真如之间空不空 有尽于为实法相般若之教义 其为顿教于大臣宗教之后 以通缘教 则由其特有取于顿教之觉 言会指之故 此即更开后之华言宗与禅宗相接之机 三十五 小臣教经不论 使教一般若 为实同志 即明见真空妙有之 必为更超越法有我无之小臣教 而其信论言真如生灭及自身同志空有 故为教义上之大臣宗教 说大臣教以官说以建教说 说禅宗以教说以顿教说 唐先生也根本不会言华言此说更真能与中国禅宗结合之时 能皆禅宗则更显华言五教官之和理论与修正位一之特质 唐先生也就明白的说华言叛教系统是针对修行正位皆次上说之系统 自按法藏于华言一成教一章卷一及华言探玄纪卷一 言其五教时宗之说常曰 旧法分教 教类有五 后亦离开宗 宗乃有时 此宗教与宗之不同 在教乃自教人如何修行 以有其断正阶位等书上说 立宗则指自其所上之根本义理说 三十六 关于前此旅邓教授所批评于华言法界官门之有关无教之说者 其实 法界官门诸义就是一成元教的五教宗教境中的官门 此一官门非一空玄之理境 非一纯思辨的系统 而是元教中主体成佛境的思辨开展 是在成佛境中辨观繁星万象的一切圆容的思辨慧解 因此法界元起官门也是一修行成途中的主体思维功夫之意运 唐先生更且言于若非经武教深境的修行功夫一指 则更不能理解法界元起诸观的理论意义 其言 据此上引法藏医圣教一章所言五教十宗之说 无人当注意其所谓十宗中前六 皆小成教 underscore underscore 以第六之诸法诞明宗 过度至大臣使教之一切皆空宗 更由此一切皆空宗 过度至真德不空宗 以言真正之时有 其后之相想聚觉宗 虽觉相想 但亦有实力 原名句德宗则言一切全体具足之时有 故此时宗之排列 即表示一次地缩减一般所谓时有之范围 而趋向于空 更由空而趋向真德之不空 而有之一辩正的思想历程者也 于此宗之大臣使教 若于盘若宗之说空外 在家法相为实宗 为使教之众说有者 而以宗教之大臣起信论 及能家之言如来藏者 为真实空意真实不空之意宗和之教 则可说此大臣教中 有一阵反合之辩正历程 然此皆属有言教之见教 而后之遁教则以诀言教为教 又与其前之以言教为见教者相对反 而最后之原教则又当为原此对反在深境所成之和 经济拟本此意 以观法藏原教义之如何形成 而先述其若干对班若三论宗义与法相为实宗义 从家之解释 以归于大臣起信论之指 再透过其言顿教义 以归于其言法界原起之四法界十玄六相 以使人修法界观之论 此则略不同一般之言法藏或华言宗义 横直下说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说者 此直下说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论者 横先不注意其思想 乃由若干对盘若为实等之意 从家解释而形成 故意不重其在成就依法界观 以为修行之资 则十玄六相等论 纯成一套无学术渊源之玄谈 故非经所取也 三十七 唐先生自是在一方面说明华言义理的高于大小陈珠说 另方面强调华言五教观一修正成图而上提的义运 既有修正功夫而静制成佛境 则才有在佛境界中运思辨析的法界缘起观门 六小节 本文以讨论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为目标 论述以吕邓教授对华言宗哲学的批评为焦点 借由其他当代学人的观点以解消吕邓教授的批评 主要指出华言经的出现 并不单纯只是为社会需求而编撰 而是有其理论创作的用意 此即是其言于一切圆满的佛境界的世界观及修养论系统哲学 至于华言宗教派的出现 更不是为应付中国朝代政治之需而立宗 而是有所误解于华言经 高明广大意志而建立的哲学诠释系统 旧法界观法言 是一在佛制政物境界中的对一切世界现象的清静意的终极论述立场 并非历史现实的翻版而已 更非有观五教 旧五教观门而言 是一介叛教系统而对修行功夫的次第境阶之论述 既有世界观的进阶更有修行功夫的进阶 并非一逻辑混乱的叛教系统 本文之作 对于华言经及华言宗之知识系统并未有心证 心说 仅只是对于当代理解系统进行疏解 以使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更为解明 以参见佛学词典 四法界 华言宗所立 即是法界 理法界 理是无碍法界 事是无碍法界 世间万法差别之相 各有其不同 不能混淆 明是法界 真如平等的理体 为万法所依 明理法界 真如能生万法 故万法即是真如 理体是相 互融互惧 无碍通达 理即是事 事即是理 明理是无碍法界 诸法互设 重重无尽 不相妨碍 亦多相及 大小互融 举亦全收 聚足相应 明是事无碍法界 二 就华言哲学的理论建构而言 史传出祖杜顺禅师的作品孔位后人依托之作 故而从理论性作品以论究理论创作而言 仍应定为二组治眼及三组法藏的贡献 参见华言宗推崇杜顺 是说他曾经注述 法界观和武教旨观的缘故 但是那两种注述是否真为杜顺手比 颇有疑问 吕真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2月1日 三版 页389 三 华言经 的神话传说 参见是成一言 大放广佛华言经者 乃我毗卢世尊一代 实教中之根本法伦也 以其诚意太过高远 非下根小智所能接受 故于世尊入祭之后 即由文书大事主持解集 藏之龙宫 垂六百余年 隐而不传 带龙树菩萨心 使入龙宫送出 此一一圣会日方众朗余一天焉 相传 文书大事于世尊灭后 与阿南海仲于铁为山间 结集此大华言经时 旧世间大中小三种根基 将经分为上中下之三部 上部经有十三千大千世界为尘数祭 一四天下为尘数品 中部经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祭 一千二百品 下部经则有十万祭 四十八品 龙树菩萨观前二部经 渺苗若渊海 非人是会立之所能及 乃宋的后部经 归于五天 小于华言经之传译经过与其内容组织 大于华言文选 万行杂志设应行 一九九一年九月再版 夜七 四 华言经 的编撰过程 参见吕邓先生言 印度原来就没有华言经的完本 华言经可能是在西域地方 从各小品集位大部的 华言经的编撰地点 不会离中国太远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夜四百 又见味道如先生言 现代学者认为在集成本之前 溢出的某些单行经 是集中发挥某种学说而产生的 并经过不断补充发展 形成若干单品经 盖言之 集成本所树立的至高崇拜对象 卢舍纳佛 所构想的华藏世界海 以及法界理论等 是贯串全经的 这在多数前出单行经的相关部分 是没有的 集成本作者依据一定的整体思路 对所汇集的单品经系统修改过 所以 六十华盐中所汇集的各个单品经 并不能在意理上完全与前出单行经化等号 它们的区别在于 某些单行经代表了华盐经学的原初形态 程度不同地透露出 华盐经 形成过程的历史真实 集成本代表华盐经学的成熟形态 突出展示集成本作者们新的华盐经学 并努力使之贯串全经 第一阶段 以兜沙经 本业经 为主的文书经典 约形成于公元一世纪下半业至二世纪中业 其产生的在贵双统治下的北印度和我国新疆的区 第二阶段 以主法护所义 心弦经 度式品经 和 等穆菩萨所问三昧经 为主的普贤类经典 其产生不迟于公元两百年左右 其中 等穆菩萨所问三昧经 的产生时间应最早 第三阶段 入法戒品 应形成于文书和普贤两类经典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 其产生不早于公元两百五十年 大约编程于和田的区 六十华盐的编程应在之法领去于田之前数十年 可以大致定在公元三百年左右 他是在以普贤类经典统设文书类经典的基础上 汇集在古印度各地形成的相关单行经 并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和改造之后形成的 中国华盐宗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7月出版 页41-47 五 参见杨振和教授言 从经文中 让我们会立即发现 华盐经并不像其他的大臣经典 都从宇宙的低层世界逐渐提升 到了最后才把成佛的果位烘托出来 因为华盐经是一开始便把人类所要求的最高精神的理想对象 UnderscoreUnderscore 譬如这那佛 这尊具有至高无上的最高真理 最后所要成就的菩提佛果 纠集的事实彰显出来 并能令一切有缘众生 都直接去面对他 对他产生坚定的信念 由此而发心 向他学习 以他为榜样 所谓 初发心时及成正觉 这也就是华盐经初会的真正本意 华盐哲学研究 台北汇剧出版社 1987年3月出版 夜34 6.方东美 华盐宗哲学上册 黎明出版社 1981年 夜413 7.旅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3版 夜403 underscore 404 8.参见 唐君一先声言 大臣其信论所言成佛因缘 乃继许此众生有如来藏位成佛正因 使人有以信其自立 又有诸佛菩萨之慈悲护念 使人坚信此诸佛菩萨之他立者 坚持二信 即能其大臣之大信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学生书局映行 1980年3月4版 夜245 令见 杜宝瑞 诸佛护持之真如熏习作用 非是根本因而是外力助援 此外力助援 依于诸佛发愿念力意味 已必然存在之持续作用力 其内因真如熏习作用力 亦因真如本体 乃众生很有自由之动力 而亦未已必然存在之势力 此真如熏习之内因外缘 二力之作用 乃保证众生心于身灭 妄实境界中之必然可以成佛之因缘 此内因外缘皆本来存在 皆众生缺已不可之成佛保证 而众生时不缺之 内因以众生心真如相乃 法体恒存之作用力 外缘以诸佛誓愿力 故意为亦持续作用于诸众生之外力 此外力使与众生心真如法体 自体相应 从本以来即是众生自体 亲近本体 所以众生本来是佛 诸佛本来即已救度众生为佛本怀 所以弥染于现象世界之众生心 时本来即佛 故而众生于去染求 尽力成中之诸内因外缘 亦皆众生本来本具之自体本性 众生于成佛历程中 本来即时时受勋于自体真如 及诸佛护持之中 2002年7月 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大于 浦门学报第十期 页177 222 9 唐君毅先生言 至于有识的经论设大臣论之一出 中国之地论宗设论中之成立 至大臣起论之出现 再至华言宗之成立 则为延印度于家法相为实之道路 而竟以容设班若之学所成之又一圆角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页272 我们从理论发展的眼光看 华言宗哲学的创作 就是意为实班若学之后的再创作系统 笔者乃以境界哲学进入的行上学说之 即是说其为佛境界心智中之世界观原理 十 参见佛学词典 六香 一 总香 为一成寒藏万法 如宗和瓦砖木石等 而成一乌 二 别香 为万法有色心理事等差别 如一乌中的瓦砖木石等 体性个别 以上总别二香 是旧体言 三 痛香 为万法虽别 然能融及成为一体 如瓦砖木石等 能互相和和 成为一乌 四 一香 为诸法虽能融及为一 但亦不失诸法差别的本质 如砖瓦木石 其形类功用 皆各不同 以上同一二香 是旧香言 五 成香 为诸法虽差别 因融及固 互相而成为一体 如瓦砖木石 有互相成就之性 才能建立位体 六 坏香 为诸法虽可融及 成为一体 然若各注各味 则仍献诸法之香 而不成一乌 如瓦砖木石 各注本位而不合作 则仿乌相坏 以上成坏二香 是旧用言 凡夫所见 是相各个差别 圣人则六 相圆融 因诸法体性平等 没有差别 十一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 1981年 页117 underscore 118 十二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 1981年 页118 underscore 119 十三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 选编第二卷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 页97 十四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 选编第二卷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 页108 十五 方立天哲 法藏 世界哲学家 从书 东大图书公司 应行 1991年 页84 十六 唐军义先生言 法藏之三观 成观华言书超卷 十位为杜顺所说 燃经传杜顺书 多同法藏书 可能及法藏所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页328 不过 方东美先生一直以历来所述之著作 意见说为杜顺禅师之作品 却与此并无质疑 十七 智眼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华言 一圣十玄门 红文馆出版社 应行 页二十二 十八 参见刘贵杰教授言 十玄门又称十玄缘起 主要在阐明佛教的各种法门 彼此都是互相关联 互相摄入而又周边含荣的 是四法界中 是是无碍法门所含义里的表述 可以说是华言宗法界原启论的经意 由于他要求在观察一切事物时 把所有现象都看作是圆容无间的 所以又被称为十玄无碍 十玄门首创于智眼 其说称古十玄 后来法藏于以改善 称为新十玄 新旧二说的内容基本一致 仅次第略有不同 然而法藏十玄门的名称 四地曾先后发生过变化 直到成官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出现法藏的十玄门才被定型 而成官所判定的法藏十玄门 其名目四地完全等同于法藏 华言经探旋记的十玄门 underscore underscore成官把法藏的十玄门 归纳在自己的四法界中的 世事无碍法界 他说 第四周辩涵荣 即世事无碍 且依古德 显十玄门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卷二 由此便结束了十玄门的演变进程 华言宗入门 东大图书公司 2002年5月出版 参见佛学词典 十玄门 十玄门 互为缘而其他 故约缘起 即 痛时聚足相应门 广辖自在无碍门 依多相容不同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隐秘显乐聚臣门 维系相容安利门 因陀罗网法界门 托世显法深解门 时事格法义臣门 主办原名聚德门 20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219 21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402 22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403 23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1988年二月三版 叶399 24 方立天教授言 现题为杜顺所作的 华言武教旨观 其武教内容与法藏的武教说是一致的 但该书和法藏的 华言由心法界记 基本相同 而且书中出现杜顺后五周时才改称的佛寿祭四名 又转用了不少玄奘的异语 似非杜顺原作 上面提过 武教的区分是智眼继承的论社论两派余序而创立的 但明目一直没有确定 法藏是在智眼叛教的基础上在吸收天台中的叛教说家以重新组织而成武教说的 法藏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1年7月出版 页五一 25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法藏 一臣教一分其章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页一四一 26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杜顺 华言五教指观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页二至十 27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页九 28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页十二 29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出版社 1981年7月出版 页三一二 三十 方立天 法藏 台北东大 页五八 31 旅顿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页二一三 三十二 旅顿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页三九五 三十三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第二卷 华言一辰教一分其章 页一四一 红文管出版社 印刑 三十四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员 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 印刑 1980年3月4版 页二七四 三十五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员 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 印刑 页二七五 三十六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员 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 印刑 页二七五 参见佛学词典中的 五教时宗 五教时宗 华言宗将是 遵义生所说的教法 判为五教时宗 五教是由法分出 时宗是由理分出 五教者 以小臣教 是教顿根小鸡之法 但说生空 而未说法空 故又称为语法生文教 二 大臣使教 是出小臣 出入大臣的教法 虽说大臣 而未及究竟为妙的理性 故名使教 有相使教与空使教之分 三 大臣宗教 是对大臣纯熟的根基 所说尽理之教 四 大臣遁教 是说大臣遁悟的教门者 五 一臣原教 是原们最上的教法 明信海原荣 缘起无尽 及诸法的体性者 十宗者 一如小臣独子 法上 圣位 正亮 密林山等部 说我法具实有者 明我法具有宗 二 如小臣雪山 多文 画的等部 说一切无我 而法体很有者 明法有我无宗 三 如小臣基印 法藏 影光 至多山 西山柱 北山柱等部 说现在法有 过位法无者 明法无取来宗 四 如小臣说甲部 说现在法位甲有 意味实有者 明信通甲实宗 五 如小臣说出世部 说世间虚妄 出世真实者 明俗妄 真实宗 六 如小臣依说部 说诸法但有甲名 无有实体者 明诸法但明宗 七 如大臣史交的 班若经中观论等 说世诸法皆空者 明一切皆空宗 八 如大臣中交的 人家经起信论等 说世真如体性的 教义者 明真实不空宗 九 如大臣顿教的禅宗 觉诸言律 执政真理者 明相想聚觉宗 十 亦成元教 说世圆满具足万德法界的 教义 明圆明具德宗 三十七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印刑 夜277 278 326105 142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 15.50分 14秒 GMT 28 203 441 轉19 UP6 495 114 BED 7518003 Hi 6105 142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首页向上